誰叫我一下,我也習慣了 後面的就不要理你了 還有啦,有一兩位 所以我稍微留一點簡單的 basic 的工具跟幾個介紹一下 沒有今天的介紹 然後待會我會給大家一個 template 那個 template 裡面有比較精準的計算的 code 在裡面 可以讓你做這個多體的運動的模擬 你可以拿去用 我這次負責的題目就是擺動的這一題 有沒有已經選這題? 不好意思,還沒選題 還沒選題嗎? 還沒選題,對 選了再說 那這個我也寫了一個 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 如果你選了這題的話,我就可以跟你討論 今天我先不討論到那麼深入 那先給大家 如果是初學者我先給你幾個基本的概念 這個東西重要 這個我認為在現代這個時代 做數值模擬很重要 理由是它現在變得很簡單 那它可以做比較實際一點的問題 我們通常學物理都是學這種 所謂的簡化的條件下的問題 那簡化條件下的物理為什麼? 因為它容易了解概念 而且你有辦法用手算 實際的問題你全部都不能用手算 沒有任何一個實際問題你有辦法用手算 沒有 雖然in principle 我們在簡單問題裡面都把物理學完了 但是實際的任何問題通通沒辦法用手算 全部要用電腦算 從古早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這個通常在你們的學習過程裡面 一直到大學一直到大學畢業 我們的學習過程都和你們的 都是學習的這種過度簡化的東西 過度簡化的東西 然後把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理想狀態 這種狀態哪裡有?有沒有? 絕對有 跟你講絕對有 你到外太空很深的地方 四周圍都沒有任何東西的地方 那就是所謂的理想狀態 你這種地方根本不能存活 所以我通常不會去談理想狀態 我喜歡把它叫幻想狀態 要不切實際 那用computer呢 我們可以處理比較實際的東西 什麼比較實際的東西 我們經常學力學的時候 碰到friction layer resistance 我們就是要先忽略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辦法用手算 我們不會算 好 那我們碰到什麼 要算數字 我們就啊 挑一個簡單的數字 1啊 0.5啊 簡單的數字 帶進去你會算就好 有沒有意義? 可能有 但問情況下沒有意義 聽緣值大小多少 我現在普通物理課 我讓學生算這個聽緣值 一個值子在那邊電廠的分布 r等於1 為什麼1簡單對不對 r等於1 然後算出來 它什麼也看不見啊 你說r等於1到底什麼意思 你會想一下 整個計算用mks單位的話 r等於1公尺萬 你想想看 對一個值子來講 1公尺萬相當於 對你來講是多遠 對你算一下 精英值大小是多少 10的-8次方公分 10的-10次方公尺 1公尺外表是10的10次方公尺 而是10的7次方公里 1000萬公里遠的地方 在哪裡? 沒有概念對不對 不需要用那種簡化的數字 你就直接用真實的數字帶進去 1-365-8749 10的-19次方公尺 周外 看進去對電廠來講沒有任何差別 跟你放1進去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較實際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結果很容易的看見 這個是我覺得 而且最主要是這一點 實際上我覺得到這個時代 因為你很容易看見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一個基本要學的東西 不光只是為了你這次出去比賽的事情 來 往年的經驗 在這個比賽場合裡面 能夠真的做得非常好 講得很清楚的 實驗要做得很好 model 理論的model要很清楚 然後要有數值的計算 你才有辦法跟實驗做定量的比較 而不是只有定性的比較 光只有定性的比較 那個小學生都講得出來 你一定要有定量的比較 不然的話你要去 在這個比賽上面 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只談比賽 你要在這個比賽上面去做 得到一個很不錯的成績的話 是不太容易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Air Resistance 我們通常都不管 在大一的課 我就叫他們算這個 大學第一年級的 而且是第二次都不會寫程式的人 第二個作業 我就叫他算這個 因為對寫程式來講 除外 就這樣而已 你會把code寫進去 他就算出來 那它真正的問題 根本不在於你會被套分出來 真正的問題在於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係數算出來 它裡面有一個係數 隨著它裡面某個參數的變化是長這樣 根本不是個長處 那你要怎麼處理 根本問題就要走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談這件事怎麼處理 我要說的是 用手算碰到Air Resistance 就是我們先不管 但是你如果用computer 你其實在處理也是真正實際的問題 好 再一個簡單的 Real Numbers 這個是大一的第一學期的最後一個作業 要simile整個太陽系 而且要帶全部大用實際的數字進去 修一下 我剛剛有讓這個層次在跑 那我這一台很慢 所以丟起來一個處理 跑起來 這根本要跑到很多 你看得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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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完全按照真實的數字 你發現你根本啥都看不見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跟你秀 太陽系怎麼動怎麼動的那些影片 全部都是沒有按照真實的數字 好 你啥也看不見 好 我現在點到誰我也不知道 我先去看看 到底點到誰 我剛好點到D球 這個層次 你剛剛啥也看不見 他其實一直在做計算 一直在計算 欸這個 他還有一個衛星欸 欸這隻家伙是誰 我不曉得 好 Anyway不管了 反正他是其中一個 這裡面總共有38 所以他有一個 三十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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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 兩兩都有重力影響 所以 一個三十八取二 是要比算 對不對 總共將近一千次的計算 你才算得出所有的重力 好 我剛剛過來一點 看看還有沒有 這邊還有一個 看起來比較清楚 就是這個誰 不知道誰 你猜看我會點到誰 就是有一條紅線 我在猜它是有 有星或著地球吧 欸剛剛看到那個 好 好 遠一點有沒有 我們來看遠一點 好 好 這邊好像有一個小點 對不對 一個小點點進去 怎麼這麼困難 這個是核心啊 核心有十幾顆胃心 好 那它現在正在運行中 每一步一分鐘 所以它跑得很慢 你看它跑得很慢 還有一步是一分鐘 那一步一分鐘其實已經 就真的要做計算的話 其實已經開出了 已經開出了 看得出來它在動 對不對 因為天體運行都是以一年在算 一步一分鐘 當然你會看到好像不再動 但是這裡 這是它的軌跡 它有十幾顆衛星在這邊的軌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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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動起來就有點 我這台電腦喔 因為太 是一個很 很弱的電腦 所以動起來就很慢 你的電腦可能會比我的好 我這台電腦才八千塊 它基本上跟一台手機的功能能力差不多而已 不過就是它跟其實它跟一台树莓派的能力 只是好一點點 好 其實你也可以用 上課的話可以用树莓派來做 我在上課的時候用树莓派給學生去做 去練習 好 我們先回到這邊來 好 OK 所以那些東西 那些數字全部要用真實的 所以我的學生 那個 上課的時候 一樣在滑手機啊 人家都說 我們今天上課在滑手機過來幹嘛 我就說 我今天上課在滑手機 還在NASA網頁找進行資料 所以我很驕傲跟其他人這樣說 好 來 這個東西 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在於人腦跟電腦的那個性質上 人腦其實是策略思考非常厲害的 這點電腦目前是不行的 雖然現在喊AI喊得很大聲 AI距離可以做策略性思考還很遠 可是人腦很不會做數值計算 非常非常的爛 人腦是一個完全幾乎是不會做數值計算的一個機器 可是電腦是一個很會做數值計算的機器 所以你要善用它 跟你的人腦互補 這是個互補的東西 你可以得到很仔細的 你可以得到很實際的 你可以做實際的問題 好 建議用Kaiser 理由就是它非常容易上手 非常容易上手 那大概 你知道 這個 在大學一年級 大學的那個重修課裡面 重修生就是那種當調的學生 他們基本上都不會 八成以上是沒有寫過程式的 可是有六成五以上 第一週都可以拔 都可以跟得上 所以它非常容易上手 對你們來講更不是個問題 那最主要呢 Python有很多的外掛 外掛 那我們會主要focus在這個外掛 叫Visual這個外掛 或者主要 它現在有名字叫VPython 它現在就沒有另外兩個名字 一直都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Visual 一個叫VPython 它現在就統一叫VPython 這個就是做3D的 3D畫圖 那這個外掛也很好 這個外掛做數據圖 非常簡單 非常強的一個外掛 你只要上網去查一下 你看它網頁秀出來的東西 就會嚇一跳 這可以做這麼多 而且非常簡單 使用上很簡單 那Scientific Calculation 這裡有一個sepi 它是做Scientific Calculation Scientific Calculation 非常的serious 非常serious VPython其實就是Python加Visual的外掛 它現在大概就統一叫做VPython 那我習慣用的是這個版本 但是這不代表它是最好的組合 它有集中的一個組合 那不代表這是最好的組合 只是我習慣用的 那它還有7.0 最新的是7.0 7.0已經捨棄了舊的架構 它是走到這個browser去的 它用browser來寫字的 所以大概更有跨平台的這個特性 那但是我還沒有去用過 我不曉得 如果要試可以試試看 那剛剛已經有些人有裝 有些人在問說怎麼安裝對不對 這先不管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經驗 你這個所謂的3D的這種模擬 你基本上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拍電影的導演 就好了 你是個導演 然後你有一個場景 你要先弄一個場景出來 它裡面有一台攝影機 對不對 攝影機會幫你把這個場景的 所有動作的動作都拍出來給你 然後你要去安排演員 你要去設計一個劇本 你基本上這樣子來思考你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都是物理的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的就是它的坐標軸 那坐標軸 它這是基本上大概所有電腦會圖 軟體的坐標軸都是長這樣 你正面看它Z軸是直到你這樣子 現在幾乎都是用右手坐標 雖然以前我在讀圖學的書的時候 幾乎全部都是左手坐標 然後我怎麼寫層次都不對 因為它用左手坐標我只會右手坐標 我們學科學人都是學右手坐標 知道右手坐標和所有坐標的差別嗎 就是看你的XXXY是用右手比出來的 XXXY等於Z 如果是右手比出來的就叫右手坐標 你說XXXY是用左手比出來的就是左手坐標 兩種坐標都很重要 古早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學數學跟學物理的人喜歡用右手坐標 學工程的人喜歡用左手坐標 現在好像比較少見到這樣的分別 對 理由是什麼 好像也很容易理解 因為數學家很多左撇 通常是幾乎都是右撇 一個用左手寫字嘛 所以右手空的 一個用右手寫字 所以左手空的 好像有點大 所以坐標基本上是這樣 你要知道坐標 你才能夠正確的把你要的東西 放在你想像的地方 不然的話會想不對 這個待會再說 所以基本上要做任何的模擬之前 你就是要先構想一個場景出來 構想一個場景 那裡面要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場景的話在VPython VPython基本上你的第一步就是開外掛 開Visual這個外掛 所以你基本上第一條幾乎都是這樣子 從Visual這個外掛去引入 import的所有的東西 這個代表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外掛裡有任何功能就通通進來了 你第一行通通 基本上第一行就是打這樣 然後你就固定放在那裡就好 好我給你的template也是就這樣放在那裡 好 待會修緣你們看 我應該有寄給你們 等一下修緣你們看那個template你們的用 所以我簡單說一下 那產生一個場景 那它就是這樣 它的指定叫子plate 那基本上它就會開出一個視窗來 這個視窗的寬高是你自己定的 那range指的是說 裡面那個你看見的那個 在模擬世界裡面對應到的單位是多少 10 比如說我心裡想的都是NKS單位的話 表示說我現在看到的這個場景應該是10米半 這個意思 那也是你自己設定的 你希望你的場景多大 你這邊就可以指定這個range是多大 所以如果你要畫的是一個原子的大小 你的range寫成10米 那你大概s i看不見 如果你要畫的像剛剛那個太陽系 你設定產品設定10 你大概也是只能看到全部黃黃的太陽的 對不對 那個你就會s i看不見 一樣也是s i看不見 就是你這邊就必須要 那你自己要先對你要做的事情有一個基本概念 你的range範圍大概要多大 然後把你的難度調比數調放上去 對不對 那我這個例子是 是我上課的第一個例子 就是做跑題 那你如果都沒做過你可以試試看 它非常非常簡單 那所以我就放個球 那球的指令 你看 這個 我去用一下 Vpython可以有些什麼東西 你可以很簡單就從這裡找到 你如果去search Vpython3D object 這個就是 你如果去search Vpython3D object 你就會看到 第一個網頁就列出來了 這個是你用Vpython可以做的 所有的它已經有的東西 你如果說我需要一個球 你就找找看 把球在這 指令就是這個 就是英文的那個字而已 基本上就是 然後你點下去按下去 它就會 你就會看到這指令怎麼使用 它說明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很快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怎麼去使用這些東西 我就不一個一個說 你就不需要一個一個說 OK 產生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寫你的腳本 重點就是這個腳本 在做物理模擬裡面 如果是力學問題的話 那這個腳本就是它怎麼運動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電磁學問題 今年有 有是不是 相對少 相對少 所以如果電磁學模擬 那還需要做一點別的事 那力學模擬就非常單純 其實是 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 initial position initial velocity 都想好 都給它寫好 你要會算forge 你知道這個情況 這些東西的forge怎麼算 然後 如果有forge 就有acceleration 所以有acceleration 你就 後面就可以算下去了 只要有forge 你可以 然後就一直repeat 一直repeat 運動的 運動的那個模擬 基本上就是 我從一個forge的點開始 對不對 我的forge 會一直處理速度 然後我就 一個很小的時間 計算一個很小的時間 之後 到哪裡 再來 再一個很小的時間之後 到哪裡 再一個很小的時間 到哪裡 然後就一直 它就可以一直下去 因為它算得很快 它算得很快 所以你可以 基本上就是可以很快的 比如說現在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個就是 我剛剛說 它每一步是一分鐘 它的計算就是 現在這個 這是統統在這裡 一分鐘後應該跑到哪裡 一分鐘後跑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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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分鐘其實 我曾經用十五分鐘去算 一步十五分鐘 它跑得比較快 看起來比較快 但是大概跑了 五分鐘還是幾分鐘之後 就發現槍撞了 而且 有一顆 有一顆土星的衛星撞到 撞到 不知道撞到土星還撞到誰 然後被撞走了 糟糕 就是不能太大 那個間隔太大 那個算了 是會出錯的 但是要多大 你越小越細 當然你算得越精準 可是時間就拉得越強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取捨 你的要求跟你的耐心 還有你電腦的這個計算能力之間的取捨 那最簡單的 你如果看任何的範例 或者是習明峰老師網站上面的範例 你大概都會看到的就是這樣寫 這個 我這是 sorry 這個是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position initial velocity 這樣子 等等 好 好 這個 你大概都會看到的都是這樣寫 position 加等於velocity乘上d 對 這個就是x等於x加d 加vt的那個公式 對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 這個positionx 它加等於 你知道加等於 你會寫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就是x等於x加vt 它把它寫成x加等於vt 這樣子 這個 很多語言都有這種 拖覽寫法 只是拖覽寫法 你如果看大概那個範例 網路上找的範例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寫的好處是什麼 很簡單 所以你看就知道 x等於x加vt v等於v加at 所以這個就對了 有問題 但是這樣寫的問題 這邊不管 你不要看仔細 我只是想秀給你看 整個短短的 基本上一個拖體就結束了 你現在先不去管它 等一下我們會跟你講很仔細的 等一下會跟你再做一下說明的 那對你們來講 你看 那樣子的做法 不好 it's not accurate 什麼意思 我說這個 人家說這個 對這個很簡單 對 x等於x加vt v等於v加at 非常簡單 大家也都 大部分人也都覺得理所當然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它實在不夠 accurate 怎麼看它不夠 accurate 怎麼看它不夠 accurate 你看 這個 1的這個 or這個 就算你這樣寫也ok 對不對 這個公式也知道 這兩個 其實都叫做所謂的 在數值方法都叫 在ohler's方法 ohler's method 它的 就是簡單 但是缺點就是不夠 accurate 怎麼看它 夠不夠 accurate 或者有多不 accurate 你就跟killer's theory 這個怎麼做比較 Killer's theory是說 任何一個 whatever 這個是什麼 你一定可以做出 做這樣子的一個expansion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學過也沒關係 這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而已 那Killer在很早以前就證明過 如果你可以真的做到無窮多項的話 他跟你保證的是相同 無窮多項的話 所以你如果這樣子來比 你如果是xx加vt 你就發現 它就是這兩項 它所有的2次方 3次方 4次方項通通沒有 對不對 所以它跟真正的 之間的差別是 就是2次方以上 那通常如果說你這個 你把這個x換成這個dt 就行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比較 那也就是說這個誤差其實是dt平方 誤差是dt平方 所以假如像我剛剛說的 我的dt是1分鐘 1分鐘是60秒 平方3600 所以我的走一步 我的誤差就有3600 但是這3600大不大 我的距離可能是幾百萬公里 3600大概還好 對那個來講還好 但是對比說你這個蛋白 蛋白可能你的擺長就 幾十公分 零點幾米 對不對 然後你的dt用多少 你的dt當然不會用一分鐘 對 你可能用千分之一秒 比如說 我們用千分之一秒 我每一個千分之一秒 我能動多少 我如果這個長度大約 這個尺度大約是一米的話 我千分之一秒能動多少 大概就是千分之米那種程度 對不對 差不多啦 千分之米的這種程度 所以你的計算出來的東西 大概就是在千分之幾 十的負三次方這樣的一個數字 好 那你的誤差多大 dt的平方 十的負六 十的負三次方的數字 誤差是十的負六 反正的誤差是千分之一 對不對 千分之一誤差大不大 還好吧 你的實驗誤差多大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 千分之一 很好耶 開什麼玩笑 是不是 問題不是 它是每一步有誤差千分之一 最有誤差千分之一 好 那你要算多少步 好你看 如果是這個 這個是 你看平方向以後都沒有 但這個有到平方向 表示三次方向以後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它的誤差是三次方 pt的三次方 如果用千分之一秒的話 是pt三次方就十的負九 唉唷 很好啊 百萬分之一的誤差耶 超好的 對不對 問題是 一步就有這麼多 然後誤差會累積的 好 誤差會累積 等一下 我先修正給你看 誤差是會累積的 好 這個Wiki的這個網頁有在談 propagation of uncertainty 好 這個誤差的累積 經過計算 它會有一些累積的狀況 然後最簡單的一種情況 In the simplest case All identical 所有的事情都 identical 你每做一次是狀況都 identical 你的誤差累積會隨著你的次數成根號 成長 根號N 這個N就是你的計算次數 這個是你每一次的誤差 然後你最後的誤差會是這樣子 所以 你會有一個正比於根號N 這樣的一個成長 所以你說每一次千分之一 這個誤差 那你計算100次就會變成10倍 對不對 根號100就是10嘛 你計算1萬次 那就變成100倍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4點多我要去心理 所以我要提早一點才行 大概4點多就要離開了 今天先給大家一點這個 基本的數值模擬的這些介紹 如果你已經會的 稍微等一下 有沒有完全不會的 沒有做過經驗的有沒有 沒有用到數值經驗的 那後面的就不要理你 還有啦 有一兩位 所以我稍微 有一點簡單的 Basic的東西 跟幾個介紹一下 沒有經驗的介紹一下 然後待會 我會給大家一個template 那template呢 裡面有比較精準的計算的那種 的code在裡面 可以讓你做這個多題的 運動的模擬 你可以拿去用 那我這一次負責的題目就是 擺動的這一題 有沒有已經選這一題 有沒有 不好意思還沒選題 還沒選題嗎 還沒選題 對不對 選了再說 那這個我也寫了一個 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 如果你選了這一題的話 我就可以跟你討論 那今天我先不討論到那麼深入 那先給 這個大家 就是如果是初學者 我先給你幾個基本的概念 這個東西重要 這個我認為在現代這個時代 做數值模擬很重要 理由是它現在變得很簡單 那它可以做比較實際一點的物理問題 那我們通常學物理都是學這種 所謂的簡化的條件下的物理 那簡化條件下的物理為什麼 因為它容易了解概念 而且你有辦法來用手算 那實際的問題你全部都不能用手算 沒有任何一個實際問題 你有辦法用手算 沒有 雖然in principle 我們在簡單問題裡面都把物理學完 但是實際的任何問題 通通沒辦法用手算 全部要用電腦算 從古早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這個通常在你們的學習過程裡面 一直到大學一直到大學畢業 我們的學習過程包括你們的 都是學習的這種過度簡化的東西 過度簡化的東西 然後把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理想狀態 你看 這種狀態哪裡有 有沒有 絕對有 我跟你講絕對有 你到外太空很深的地方 四周圍都沒有任何東西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理想狀態 你在這種地方根本不能存活 所以我通常不會去談理想狀態 我喜歡把它叫幻想狀態 不切實際 那用computer呢 我們可以處理比較實際的東西 什麼比較實際的東西 我們經常學力學的時候 碰到friction and resistance 我們就說先忽略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辦法用手算 我們不會算 那我們碰到什麼 要算數字 我們就啊 挑一個簡單數字 1啊 0.5啊 簡單數字 待進去你會算就好 有沒有意義 可能有 當問題的情況下也沒有意義 有 輕人值大小多少 我現在普通物理課 我當學生算這個 輕人值 那個 一個直指 一個直指在那邊電場的分布 R等於1 為什麼1簡單對不對 R等於1 然後算出來 它什麼也看不見啊 你說R等於1到底什麼意思 你們想一下 整個計算用mks單位的話 R等於1公尺外 你想想看 對一個直指來講1公尺外 相當於 對你來講是多遠 你算一下 輕人值大小是多少 10的 負八次方公分 10的負十次方公尺 1公尺外 表示10的十次方公尺 表示10的七次方公里 1000萬公里遠的地方 在哪裡 沒有概念對不對 對 你看 不需要用那種簡化的數字 你就直接用真實的數字帶進去 1-365-8749 所以10的負十九次方公尺 周外 帶進去對電場來講沒有任何差別 跟你放1進去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較實際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結果很容易的看見 這個是我覺得 而且最主要是這一點 實際上我覺得到這個時代 因為你很容易看見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一個基本要學的東西 不光只是為了你這次出去比賽的事情 來 廣年的經驗 在這個比賽場合裡面 能夠真的做得非常好 講得很清楚的 實驗要做得很好 理論的model要很清楚 然後要有數值的技巧 你才有辦法跟實驗做定量的比較 而不是只有定性的比較 光只有定性的比較 那個小學生都講得出來 你一定要有定量的比較 不然的話你要去 在這個比賽上面 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只談比賽 你要在這個比賽上面 去做得到一個很不錯的成績的話 是不太容易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Air Resistance 我們通常都不管 在大一的課 我就叫他們算這個 大學第一年級的 而且是第二次都不會寫什麼事的人 第二次的作業 我就叫他們算這個 因為對寫程式來講 就這樣而已 你就把code寫進去 它就算出來 那它真正的問題 根本不在於你會被套口處理 真正的問題在於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係數算出來 它裡面有一個係數 隨著它裡面某個參數的變化是長這樣 根本不是個常數 那你要怎麼處理 真正問題不在此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談這件事怎麼處理 而說的是 用手算 碰到Air Resistance 就說我們先不管 但是你如果用computer 你其實在處理的是真正實際的問題 這一個簡單的 Real Numbers 這個是大一的第一學期的最後一個作業 要simile整個太陽器 而且要帶全部帶用實際的數字進去 好 修一下 修一下 剛剛有讓這個層次再跑 那我這台很慢 所以丟起來一個主力 跑起來 已經要跑到很多 看得見嗎 你看得見嗎 這是完全按照真實的數字 你發現你根本啥都看不見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跟你秀 太陽系怎麼動怎麼動的一些影片 全部都是沒有按照真實的數字 好 你啥也看不見 好 來 好 我現在點到誰我也不知道 我先去看看 到底點到誰 我剛好點到地球嗎 你剛好 我不去 這不是地球耶 這誰啊 看東西 看東西 這個層次 你現在你剛啥也看不見 他其實一直在做計算 一直在計算 欸這個 他也跟衛星耶 欸這隻家伙是誰 我不曉得 好 不管了 反正他是其中一個 這裡面總共有三十八個 三十八個東西在運轉 可是他算得有點慢 不是嗎 好 連三十八個每個兩兩都有重力影響 所以你給三十八取二 你是要不算對不對 總共將近一千次的計算 你才算得出所有的重力 好 好 好 我拉出來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 看起來比較清楚 就是這個 這個是誰 這個不知道誰 來看 我再點到誰 有一條紅線 我再猜它是火星或者地球吧 欸剛剛看到那個 遠一點有沒有 我們來看遠一點 這邊好像有一個小點 是不是 一個小點點進去 怎麼那麼不然 這個是火星啊 土星有十幾顆微星 那它現在正在運行中 每一步一分鐘 所以它跑得很慢 你看它跑得很慢 你看它跑得很慢 有一步是一分鐘 那一步一分鐘其實已經 就真的要做計算的話 其實已經太粗了 已經太粗了 看得出來它在動 對不對 不然因為天體運行都是 一年在算 一步一分鐘 當然你會看到好像不在動 但是 這裡 這是它的軌跡 它有十幾顆衛星在這邊的軌跡 這個動起來就有點 我這台電腦 因為它是一個很弱的電腦 所以動起來就很慢 你的電腦可能會比我的好 我這台電腦才8000塊 它基本上跟一台手機的功能 能力差不多而已 不過就是它跟 其實它跟一台樹莓派的能力 只是好一點點 好 其實你也可以用 上課的話可以用數目牌來做 我在上課的時候 用數目牌給女生去練習 好 我們先回到這邊來 好 OK 所以 那些東西 那些數字全部要用真實的 所以我的學生 那個上課的時候 一樣在滑手機啊 人家都說我們今天上課 在滑手機都在幹嘛 我就說我先上課在滑手機 還在NASA網可以找一些資料 所以我很驕傲跟其他人這樣說 好 來 這個東西一個很重要的差異 在於人腦跟電腦的那個性質上 人腦其實是策略思考非常厲害的 這點電腦目前是不行的 雖然現在喊AI喊得很大聲 AI距離可以做策略性思考還很遠 可是人腦很不會做數值計算 非常非常的爛 人腦是一個完全幾乎是不會做數值計算的機器 可是電腦是一個很會做數值計算的機器 所以你要善用它 跟你的人腦互補 這是個互補的東西 你可以得到很仔細的 你可以得到很實際的 你可以做實際的問題 好 那建議用Kython 理由就是它非常容易上手 非常容易上手 那大概你知道 這個在大學一年級 大學的那個重修課裡面 重修生就是那種上調的學生 他們基本上都不會 八成以上是沒有寫過程式的 可是有六成五以上 第一週都可以拔 都可以跟得上 所以它非常容易上手 對你們來講更不是個問題 那最主要呢 Kython有很多的外掛 那我們會主要focus在這一個外掛 叫Visual這個外掛 或者主要 它現在有名字叫VPython 它現在就沒有另外兩個名字 一直都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Visual 一個叫VPython 它現在就統一叫VPython 這個就是做3D的 3D畫圖 那這個外掛也很好 這個外掛做數據圖 非常簡單 非常強的一個外掛 你只要上網去查一下 你看它網頁秀出來的東西 就會嚇一跳 然後我都可以做這麼多 而且非常簡單 使用上很簡單 那Scientific Calculation 這裡有一個scipy 它是做Scientific Calculation Scientific Calculation 非常地serious 非常serious VPython其實就是Python加Visual的外掛 它現在大概就統一叫做VPython 那我習慣用的是這個版本 但是這不代表它是最好的組合 它有其中一個組合 那不代表這是最好的組合 只是我習慣用的 那它還有7.0 最新的是7.0 7.0已經捨棄了舊的架構 它是走到這個browser去的 它用browser來顯示了 所以大概更有畫平台的這個特性 但是我還沒有去用過 我不曉得 如果要試你可以試試看 好 那剛剛已經有些人有裝嘛 有些人在問說怎麼安裝對不對 那這些人不管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經驗 你這個所謂的3D的這種模擬 你基本上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拍電影的導演 你是個導演 然後你有一個場景 你要先弄一個場景出來 它裡面有一台攝影機 對不對 攝影機會幫你把這個場景的 所有動作的動作都拍出來給你 然後你要去安排演員 你要去設計一個劇本 你基本上這樣子來思考你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都是物理的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的就是它的坐標軸 那坐標軸 它這是基本上大概所有電腦會圖 軟體的坐標軸都是長這樣 你正面看它Z軸是直到你這樣子 現在幾乎都是用右手坐標的 雖然以前我在讀圖學的書的時候 幾乎全部都是左手坐標 然後我怎麼寫層次都不對 因為它用左手坐標我只會用右手坐標 我們學科學人都是學右手坐標 知道右手的坐標和所有坐標的差別嗎? 就是看你在XXXY是用右手比出來的 XXXY等於Z 如果是右手比出來的就叫右手坐標 你說XXXY是用左手比出來的就是左手比出來的 兩種坐標都會很一樣 古早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學數學跟學物理的人喜歡用右手坐標 學工程的人喜歡用左手坐標 現在好像比較少見到這樣的分別 理由是什麼? 好像也很容易理解啦 因為數學就有很多左點 公文是幾乎都是右點 一個用左手寫字嘛 所以右手空的 一個用右手寫字 所以左手空的 好像有點大理 所以坐標樓基本上是這樣 你要知道坐標你才能夠正確的 把你要的東西放在你想像的地方 不然的話會想不對 這個待會再說 所以你基本上要做任何的模擬之前 你就是要先構想一個場景出來 構想一個場景 那裡面要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場景的話在Vpython 基本上你的第一步就是開外掛 開Visual這個外掛 所以你基本上第一條幾乎都是這樣子 從Visual這個外掛去引入 import的所有的東西 這個代表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外掛裡有任何功能就通通進來了 你第一行通通 基本上第一行就是打這樣 然後你就固定就放在那裡就好 我給你的template也是就這樣放在那裡 待會修緣你們看 我應該有寄給你們 等一下修緣你們看 那個template你們用 所以我簡單說一下 那產生一個場景 它就是這樣 它的指令叫Visual 基本上它就會開出一個視窗來 這個視窗的寬高是你自己定的 Range指的是說 裡面那個你看見的那個 在模擬世界裡面對應到的單位是多少 10 比如說我心裡想的都是NKS單位的話 表示說我現在看到的這個場景應該是10米半 這個意思 那也是你自己設定的 你希望你的場景多大 你這邊就可以指定這個Range是多大 所以如果你要畫的是一個原子的大小 你的Range寫成10米 那你大概Sire也看不見 如果你要畫的像剛剛那個太陽系 你設定設定10米大概也是只能看到 全部黃黃的太陽在那裡 對不對 那個你就Sire也看不見 一樣也是Sire也看不見 就是你這邊就必須要 你自己要先對你要做的事情 有一個基本概念 你的Range範圍大概要多大 然後把你的男主角比主角放上去 對不對 那我這個例子是 是我上課的第一個例子 就是做超級 那你如果都沒做過 你可以試試看 它非常非常簡單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放一個球 那球的指令 這個我秀一下 VPython可以有些什麼東西 你可以很簡單就從這裡找到 你如果去Search VPython 3D Object 這個就是 你如果去Search 3D VPython 3D Object 你就會看到 第一個網頁就列出來了 這個是你用VPython 可以做的所有的 它已經有的東西 比如說我需要一個球 你就找找看 那球在這 指令就是這個 就是英文的那個字而已 基本上就是 然後你點下去 按下去它就會 你就會看到這個指令怎麼使用 它說明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很快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怎麼去使用這些東西 我就不一個一個說 你就不需要一個一個說 OK 產生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寫你的腳本 重點就是這個腳本 在做物理模擬裡面 如果是力學問題的話 那這個腳本就是它怎麼運動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電子學問題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電子學問題 有 那年有 有是不是 很少 相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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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電子學模擬 那還需要做 有一點別的東西 那力學模擬就非常單純 其實這樣 你只要把 initial position initial velocity 都給它寫好 你要會算forge 你知道這個情況 這些東西的forge怎麼算 然後如果有forge就有acceleration 所以有acceleration 你就後面就可以算下去了 只要有forge就可以了 然後就一直repeat 就是repeat 好 運動的那個模擬 基本上就是 我從一個初始的開始 對不對 我初始會一直處理速度 然後我就 一個很小的時間 計算一個很小的時間 之後 到哪裡 再來 再一個很小的時間之後 到哪裡 再一個很小的時間到哪裡 就這樣 然後就一直 它就可以一直下去了 因為它算得很快 它算得很快 所以你可以 基本上就是可以很快的 比如說現在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個就是 我剛剛說它每一步是一分鐘 它的計算就是 現在這個 通通在這裡 一分鐘後應該跑到哪裡 一分鐘後跑到哪裡 一分鐘後跑到哪裡 那一分鐘其實 我曾經用15分鐘去算 一步15分鐘 它跑得就比較快 看起來就比較快 但是大概跑了 五分鐘還是幾分鐘之後 就發現槍撞了 而且 有一顆 有一顆土星的衛星撞到 撞到 不知道撞到土星還撞到誰 然後被撞走了 糟糕了 不能太大 那個間隔太大 那個算了是會出錯的 但是要多大 你越小越細 當然你算得越精準 可是時間就拉得越強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取捨 你的要求跟你的耐心 還有你電腦的這個計算能力之間的取捨 那最簡單的 你如果看任何的範例 或者是習明工老師網站上面的範例 你大概都會看到的就是這樣寫 這個 我這是 Sorry 這個是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position initial velocity 這樣子 等等 好 這個 你大概都會看到的都是這樣寫 對 position 加等於velocity乘上d 對 這個就是x等於x加d 加vt的那個公式 對 好 對 這個基本上 這個positionx 它加等於 知道加等於 如果你會寫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就是x等於x加vt 把它寫成x加等於vt 這樣子 這個很多語言都有這種脫欄寫法 這只是突然寫法 所以你如果看大概那個範例 網路上找的範例 基本上都是這樣寫的 好 那這樣寫的好處是什麼 很簡單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x等於x加vt v等於v加at 所以這個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這樣寫的問題 這邊不管 你不要看仔細 我只是想秀給你看 整個短短的 這基本上一個抄題就結束了 你現在先過去管它 等一下我們會跟你講很仔細的 等一下會跟你再說一下說明的 對你們來講 那對你們來講 那樣子的做法不好 It's not accurate 什麼意思 我說這個 有人說這個 對這個很簡單 對x等x加vt v等v加at 非常簡單 大家也都 大部分人也都覺得理所當然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它實在不夠 accurate 怎麼看它不夠 accurate 這個 這個 就算你這樣寫也OK 對不對 這個公式也知道 那這兩個 其實都叫做所謂的 在數值方法都叫 在Euler's方法 Euler's method 它的 就是簡單 但是缺點就是不夠 accurate 怎麼看它夠不夠 accurate 或者有多不 accurate 你就跟Kyler-Series 怎麼做比較 Kyler-Series說 任何一個 whatever 這個是什麼 你一定可以做出 做這樣子的一個expansion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學過也沒關係 這幾次很簡單 就這樣而已 那Kyler在很早以前就證明過 如果你可以真的做 叫無窮多項的話 他跟你保證是相等的 無窮多項的話 所以你如果這樣子來比 你如果是x等x加vt 你就發現它就是這兩項嘛 它所有的二次方 三次方四次方項 通通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它跟真正的之間的差別是 就是二次方以上 那通常如果說你這個 你把這個x換成這個dt就行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比較 那也就是說這個誤差其實是dt平方 誤差是dt平方 所以假如像我剛剛說的 我的dt是1分鐘 1分鐘是60秒 平方3600 所以我的走一步 我的誤差就有3600 但是這3600大不大 我的距離可能是幾百萬公里 3600大概還好 對那個來講還好 但是對比說你是一個蛋白 蛋白可能你的擺長就幾十公分 零點幾米 對不對 然後你的dt用多少 你的dt當然不會用一分鐘 對 你可能用千分之一秒 比如說 我們用千分之一秒 我每一個千分之一秒 我能動多少 我如果這個長度大約 這個尺度大約是一米的話 我千分之一秒能動多少 大概就是千分之米那種程度 對不對 差不多啦 千分之米的這種程度 所以你的計算出來的東西 大概就是在千分之幾 10的-3次方這樣的一個數字 你的誤差多大 dt的平方 10的-6 10的-3次方的數字 誤差是10的-6 反正的誤差是千分之一 對不對 千分之一誤差大不大 還好吧 你的實驗誤差多大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 千分之一很好欸 開什麼玩笑 是不是 問題不是 它是每一步就差千分之一 就有誤差千分之一 好 那你要算多少 你看 如果是這個 這個是 平方向以後都沒有 但這個有到平方向 表示三四方向以後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它的誤差是三四方 dt的三四方 如果用千分之一秒的話 是dt三四方就10-9 唉唷 很好啊 百萬分之一的誤差欸 超好的 對不對 一步就有這麼多 然後誤差會累積的 誤差會累積 等一下 我先修這個給你看 誤差是會累積的 這個 Wiki的這個網頁有在談 propagation of uncertainty 這個誤差的累積 這個誤差的累積 經過計算 它會有一些累積的狀況 然後最簡單的一種情況 In the simplest case All identical 所有的事情都 identical 你每做一次是狀況都 identical 你的誤差累積會隨著你的次數 乘根號成長 根號N 這個N就是你的計算次數 這個是你每一次的誤差 然後你最後的誤差會是這樣子 所以 你會有一個正比於根號N 這樣的一個成長 所以你說每一次千分之一 這個誤差 那你計算100次 就會變成10倍 對不對 根號100就是10嘛 你計算1萬次 那就變成100倍 那千分之一到100倍就只剩10分之一了喔 就變100就是4喔 你只能算1萬次喔 1萬次之後你的誤差變滿10 那1萬次是多久 好 比如看我這個 我用我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計算 對不對 好 多久會算1萬次 有一個example給你看嗎 好 比如說 一個合理的 有剛剛的那個 對 對 OK OK For example 這個 在這個look裡面 這個look就是一直在重複做的 這件遊戲 那這裡面rate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做到 一秒鐘 screen可以refresh這麼多次 就是 I hold It's not possible OK 3D繪圖非常耗時間 絕對做不到 你的電腦絕對做不到 但是 它基本上呢 可以做到的是 這個look大概就是一秒一千次在做 它雖然畫圖跟不上 但是計算跟著想 那你如果計算要做到最快 你就不要加個 不要有這個rate 讓它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但是你就看不到中間任何結果 你就只能等到最後才看到這個 這樣 那通常我們要看過程 就要這邊要加一個rate 然後它就告訴你 那它在 就以這樣的rate來去refresh那個錄圖 但通常做不到 不過calculation大概可以這麼多 絕對可能 calculation就是可以非常高的 那你就想想看 我如果一秒鐘做一千次的計算 每一次是 是 假設是千分之一的誤差 我可以 我這個我先把你們是千分之一 BT平方的誤差 我BT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 10的負6次方 可是我算出來的數字是10的負3次方 所以它是千分之一 那 一秒鐘後就有一千次了 十秒鐘後我就有一萬次了 一萬次開個根號一百 我的誤差已經變一百倍 十秒鐘我的誤差已經變到一百倍了 千分之一變到一百倍 只剩十分之一了 所以十秒鐘後我的誤差已經到百分之十了 沒有太大用途 已經沒有太大用途 你要去跟 你說跟這個做這種題目跟實驗比 大概還可以 實驗誤差可能也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order maybe還可以 但是你可能算十秒鐘 你的實驗可能要當個三分鐘 後面你就沒了 後面你基本上誤差就太大了 所以做數值 當然你可以說那我是這樣做嘛 對不對 這樣做我到平方向有的話 我應該是低級三次方的運動 應該就好一點嘛 應該就好一點嘛 就好一點 所以 假如你要採取這種做法 order做法 當然建議至少要做到這裡 建議至少要做到這邊 那流度差會小一點 但是呢 其實有一個很好 好 秀一下這個 你一看就知道了 這是偶爾的方法 秀出來的 把軌跡一直留下來 你就會看到 大概 大概十萬次 我十萬次大概多久 我有忘記了 好像是一百秒一樣 還是一千秒 Anyway 一百或一千秒這種 反正應該是一百秒 我記得是不到兩分鐘 它累積就累積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軌跡已經很明顯是 你沒辦法比較了 但是這個 我待會兒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所謂的Lacuta方法 一樣經過這麼多次的 它的軌跡的那個誤差就明顯小很多 那這個方法呢 是實用的夠準確的方法裡面最簡單的 好 很簡單你一定可以做 不過我已經幫你寫Lacuta了 你不用做 你想知道你就去打理一下 好 那這個會比那個更好 好 這個叫做四階的方法 會比我說 你用這個還要更好 因為這個是三次方 所以這種叫三階的方法 它的誤差是三次方 DT是三次方 你看 你的Lacuta的誤差是DT的四次方 那它的動作稍微囉嗦一點 沒有這麼單純 但是原則上它就是 是一個四次方 DT四次方的誤差 所以你只要這個 你每一步選擇的夠小 你的誤差就可以很小 DT有千分之一秒 你四次方就應該是 不十二次方 對不對 你的計算數字大概在-3 -12次方在-3次方裡面 那個是-9次方的誤差 十一分之一的誤差 這個可以要累積很久 知道這個Lacuta 前幾個月去撞會心的那個Lacuta 它的軌跡也是用你的步調方法算 那如果你要有比較知道細節的 我有一個簡短的說明 也沒那麼細節的 你不用寫這個 這個檔案有給你的 裡面定一個Click 就有這些東西面對 你會知道怎麼寫 那這裡我有稍微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就是不知道方法到底它的主要的想法是什麼 那它的想法其實有一點像我們 我們有時候在做一些 比如說玩遊戲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要走下一步 然後你又不知道下一步到底卡下去會怎麼樣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稍微 墊一下墊一下試一下對不對 可以我們才要踩過來對不對 它有點像這個動作 它不是一下子走過去 而是先走到一半探探路 然後 欸這邊好像 好像斜到那邊去對不對 好那我縮回來 我往斜這邊再走一半看看 走到這邊發現它又斜這邊 我再縮回來往這邊走看看 試了幾次之後 然後把這幾個東西做個平均 然後再選中間一條路走過去 那 你可以理解就是 假如你走這邊發現它往這邊斜 你走這邊發現它往這邊斜 然後你再選一種平均路的話 比較容易接近實際的狀況對不對 對不對 概念上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當然 實際上把那個式子弄出來 稍微有點囉嗦啦 好 好 所以 基本上 你可以 我建議你要用這個方法 這個Puta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再看更多的example 去學Vpython的 這邊有一些 這石民豐老師的網頁 有一些example可以看 那這個 Vpython本身它那邊也有很多的 的這個example可以看 OK 那我跟大家稍微示範一下 我看一下我這個template 這個template 前面的部分基本上你大概不需要動它 這個 這個 開頭 開那個外掛 Visual Visual.graph Visual.graph 是給你畫數據圖用的 它有一個畫數據圖 但是它數據圖很弱 沒有我剛說的另外那個外掛強 那外掛很強 問題是它跟Visual不能共存 你看見3D圖的時候看不見它的數據圖 看它的數據圖就看不見3D圖 他們兩個會打架 那就很可惜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東西要同時看見 你就只好用Visual它自己那個很弱的 數據圖的 library 非常弱 但是 它 works 然後這個 我這個next value 這個 function Define function 這樣寫一個 弱畢 Define use 一個 function 然後要給它什麼什麼什麼 我這邊都有一個科目 你可以進行一下 那這個就是使用這個所謂的 Torce Order 然後呢 但是它是可以 它是做 你可以做MultiBody 你可以做MultiBody的運算 不是只有SingleBody 所以 這個就是我剛說 你看我還算30幾個星體的運算 就是用這個扣 那這部分你大概也不需要去改它 你要Study它可以 不過你要注意你的 你的任務是準備那些題目 而不是Study這件事 你當然可以花時間Study這個 但是這不是你的主要任務 我給你這個 是要讓你用 讓你去Study 那個Physics Problem OK 那所以基本上 前面你可以不要動 你如果要拿來用 比如Code Start Here 你就找這個Code Start Below 這裡開始 第一個你要定義一個 所謂的怎麼計算 因為我這是針對力學問題寫的 我就寫計算加速度 其實加速度就是二次微分 怎麼算二次微分 Any function 只要是個 second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可以寫成Code 你就可以寫在這邊 那這邊 如果是算加速度 這邊就是position 這邊就是velocity 那positionvelocity 只要你談數學 就是function value and first derivative 這樣 如果你談的不是position 跟velocity的話 這裡就是function value first derivative 那你在calculate second derivative 這樣子 好 那踢一隻時間 在很多情況下是用不到 至少在我們現在的問題下 可能是用不到 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我如果 我們需要開一下燈 這個特殿燈你看 那個門後面 門後面 好 好 比如說 我現在就 假如你比較沒有紀念的 我現在就寫給你看 好 比如說 我就拿這個最簡單的 這個拋體運動的例子來講 好 拋體運動的這個 你一開始一定有一個 初始位置 初始度 你要設定 那個是你選的 任何一個時間 不管它在哪裡 對不對 我曉得它的受力 gravity 你知道對不對 那我曉得它的 這個 force air force air resistance 好 air resistance 是什麼 什麼 肥音 whatever 什麼地底方 對不對 然後它是 方向是在 反方向 速度的反方向 好 如果沒有別的 force 那我就曉得 這個 這個 我曉得 你會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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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會有些 零 我們可以得到 零 反方向 V2, OK, so your v is here, v is your position, r is position, v is bigger, so I will have v2, v2, 這個是 magnitude square,在 Python裡面有這樣一個,如果 v是一個 vector的話, 如果 v是一個 vector,它也可以叫 magnitude square,這個,知道是指定還是什麼, 它就告訴你它的長度平方的特性,那還有什麼可以用,你就去查一下, Python vector,它就你去查到那個網頁,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說明,OK, 那如果是multi,這裡如果是多個,如果是多個的話,你這邊可能就需要做一點別的處理,不過概念上我們就先這樣寫,對不對, 這個要是vector,所以我需要乘上,乘上v.norm,然後呢,negative, negative在這裡,我有一個negative固號在前面,norm代表的是那個univector,任何一個vector,norm它就叫做它的univector, 所以,我就把這個,whatever,前面是啥,你就寫啥,對不對,v2,然後這樣,我就,我這邊就把這個算出來,然後,我就 return這個, 所以,這個acceleration就是,return force of gravity plus force of air,然後呢, divided by my mass, whatever your mass is, whatever that's moving,OK, 那這樣子,你就會算出這個在動的這個人的加速度,比如說從那個情況的話,好,那你套進去給他算,那他就會,他跑出來的結果就會挺套進去,OK,好,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談的,我今天要算的是pendulum,我們這題是pendulum,對不對,pendulum的force要怎麼算,我們最簡單的情況下, 最簡單的情況下,我們曉得有一個,這個gravity layer,然後有一個pension layer,對不對,the simplest case, 是的,那個pension layer,是的,那我就是 Понix 那把它改成,就是,tension 是哪,假我知道的話,如果讓我看見,如果讓我看見, if I knew tension,那我就把polation 升進去,我這邊就把它改成是,gravity,一樣,有點類,我這邊就改成,cension is, for example,可能是m,v2 rabbin, 如果是圓周運動的話 r分之1平方嘛 它的相性力mr分之1平方 那當然這裡的r r是要從支點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的支點剛好在圓點的話 它的position position的magnitude正好就是那個r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還要再做subjection 那你就會得到mr分之1平方 然後你的direction 你還要有direction 大小跟方向 direction應該是along along r r的univector 如果我們把支點放在圓點 如果我們把支點放在圓點 你的rvector 就從圓點到這裡 對不對 所以rvector的大小就是這個的長度 你的t 就是應該對它相反的方向 你的tension應該是對它相反的方向 所以是負的 你這樣寫 它就會算出一個相量 所以這個方向是在跟r的univector相反的方向 大小是這樣子 OK 所以你如果這邊這樣寫 我這邊 因為它都是vector 我就直接加就好 forseverity plus tension 然後divided by mass 你就知道它的exer weight 而且它是個代表 好 就這樣大概有個概念 OK 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動這裡 還有就是initial 你的initial condition要弄對 initial condition弄好 然後那個forge 那個acceleration怎麼算 那這裡基本上就解決了 那如果你是有多個object 你有好幾個東西在動的話 比如說這個pendulum 它的支點要能動 對不對 所以你的支點也會動 那個barb也會動 所以你至少兩個東西會動 那你就看你要把順序隨你決定 先放誰的就隨你決定 支點的位置 擺槌的位置 支點的速度 擺槌的速度 做成一個 這個代表的是一個 這個翻瓜糊 跨起來代表的是一個 這個array 或者在python叫list 那在其他語言叫array 那在日常生活裡面叫做串燒 一根竹籤串三塊肉 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你要改的幾個地方 拿去用的話 那個算二十多一分 就是算加速度 那裡你要把均勻分算 對 所以你要去分析你的系統 力到底怎麼算 如果是力學系統的話 力怎麼算 算出力你就有加速度 那個就不是問題 好 Initial Initial conditions 還有你這個 Initially這個要先把它放好 對不對 Initial conditions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velocity Initial velocity 這裡 好 Rate to rate的水裡調 你的電腦大概 你調高過3000 大概也沒什麼太大用可 這個 我基本上我的電腦大概設定在1000多 2000多 看起來就很平准 再多你就看到那個動畫怪怪的 不過計算沒有問題 它是動畫跟補償 計算不會有問題 好 那 Next value 我剛剛說這個就是 你要給它position velocity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function to calculate your acceleration 就你剛剛定義的那個function 然後它就會自己去call這個function 然後每次去算它的xeration 好 等等 其他的大概就沒什麼 需要做 好 好 那你記得算完之後 要把它帶回去 對不對 這邊算出來之後 你把這個position 帶回各個object的position object.pos 就是它的position 你只要改變了這個東西 那它在畫面上的位置就會自動變了 你就會看到它在畫面上移動 好 Visual會幫你去處理這件事 你不需要知道你能做 好 那Venocity Venocity對Visual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對我們的計算有意義而已 好 那Acceleration也是 對不對 那你基本上按照你原來的順序 放下來就好了 好 每一個步驟 每一次 這個loop裡面 每一次就是做一小步 你的loop只需要寫一步就好了 一個很小的步 是這樣子做 然後讓它一直做 一直做 它就會一步一步一步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好 所以它基本上就這樣而已 好 這個template也不大 來旁邊 但是你可以做 一個是你可以做夠準的計算 這個孤大方法還蠻準的 好 然後呢 一個是你可以做MultiBody 好 我這個是可以做MultiBody 所以你這個基本上 你同樣要用一個array給它 好 好 因為 你的問題大概都是要 至少兩個地方在移動 好 好 那我秀一下這個 這一組做出來的 好 待會你可以簡單的練習一下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有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做一點練習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 你可以從最粗淺的練習 如果你有經驗的 你就可以做更進一步的練習 這個還在算好 有沒有 還沒死掉 對 好 我在動 這個是 我最喜歡看 我 有時候我太累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讓它跑 然後在那邊看著母星的軌道 十幾個圈圈在那邊繞繞繞 然後我就睡著 這樣 越老師 問一下 像這樣子弄出來的動畫 有辦法錄下來嗎 錄下來 對 因為像他們去比賽 有時候需要錄一小段 你在現場跑大概不太實際 對 不太實際 但是看你的問題是什麼 比如說 你看 我這個要關掉 不然我的電腦不可以 有軟體可以錄電腦視窗的那個影像 能不能save 我是沒有去study suppose是可以 那或者是你可以做儲存計算結果 然後把它讀出來 你可以把它存在檔案 把計算結果都存在檔案裡面 比如說這體 像這種你就可以當場算給它 我現在正在算 當場算 當場秀 那我的model很簡單 就是用彈簧 用彈簧 然後你就看到 這支點是有在動 對不對 它真的有這個現象出來 所以質素的確 但是質素的確 但是質素的確 我還不知道 你必須跟實驗比 你必須跟實驗比 才行 到底質素的確 這個算得對不對 我現在不知道 我只能跟你講 質素的確 所以在原則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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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則是正確 在原則是正確 所以在原則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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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則是正確 當然可以 我這個可以給你 謝謝 那這個code本身 還有一些問題要去study 還沒有完全解決 是 老師 那我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範圍就是空的 哪裡 就是兩邊它有對的 對初的這個地方 它是空的 對啊 是啊 因為我跟你的初始 初始的那個偏角有關 所以你沒有做實驗嗎 有 有 那你沒有看到這個嗎 鬼機畫出來應該看得見 它跟你的偏角有關 這個你就可以去拿去玩一玩 你有興趣就可以 我這個code會給你 你有興趣的都可以看 不管你有沒有選這一題 對 那我鼓勵你們稍微了解一下這個 如果不需要在比賽前 最起碼比賽後 比賽前你的一個重要目標 是要你去比賽 不要忘記了這個目標 對不對 這個很好玩 好玩的封掉 完了忘記了 然後那你就慘了 對不對 對 人忘記你的目標還是去比賽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你不學會用素質來做這些問題的話 它可以幫助你 get into very deep inside of real problems real problems 那 it is very helpful for your future 不管你是學物理還是什麼學物理 這個都會對你很有幫助 教授可以請問一個問題嗎 還是教授你剛才講的有多體運動 對 但是假如是流體要怎麼辦 流體的話齁 你就要非常非常多體 就是要假設它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很多很多的 particle 用那種代表演 這種電腦基本上是不用想的 對不對 這種電腦絕對不夠力 有 昨天是我有看過有人用Python做流體管理 有啊 那你的電腦 第一個電腦要夠力 OK 這種電腦不夠力 你要會用GPU的話就可以 GPU就夠力 CPU不夠力 CPU不夠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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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块一小块的模型 不像particle那么多 particle可能动辄要十分多少次吧 用小element切个小块element 可能切个一千万份大概也还行 给它刨个几天 大概也还可以接受 那那种也可以 如果是只是像个样子 那个很容易 这个game engine都可以做 现在free的game engine都可以做 那个particle system,smoke effect 看起来都很像个样子 那个当然 is not physics 但是for gaming is good for physics is good 如果要做的是这种physics calculation 那we have tools 那这个该... 这种变化 除非你可以 你要用GPU 应该没有什么 应该不获利 请问它有办法就是 丢一个围子放箱子进去 然后直接放进去 Mathematica可以 它有一个叫sympy的外挂 symbolic python 它可以做symbolic calculator 我就不晓得它能不能做到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 我还没说过 Mathematica可以 你就给它一个equation 它帮你解决 可以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没办法 在这里 如果是你像这样子做的话 你的equation 就像我这里 你要把它写成这样 对不对 Force is... x-erating is force divided by mass 对 这就是我的equation 我的equation motion f-ma a-m-m-m 这是我的equation 然后我得自己把f给算出来 自己要把forces算出来 然后tweet mass 就是我的equation 对 这里就是我的equation 的模型 所以如果不是力学问题的话 equation的模型就是写在这里 物理的围方程都是二阶的围方程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二阶的围方程 所以通通就是在这边算 x-erating就是位置的二阶的围方程 对不对 你这个 charge charge就是potential的二次围方程 所以如果你要算 是电子学的potential 你这边就是把charge 还传给他就是了 charge distribution就是二次围方程 就是potential的二次围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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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那假如你請問要模擬電磁波模型 這個可以做得到嗎 那個稍微 光是這個不行 那個因為電磁波的話 你需要有space的微分 還有對time的微分 那這裡只有對一種微分 我現在這個code只對一種多微分 那你就想辦法寫出一個 通常我們會separate這個time and space 你把time的部分的那個方程分開來 space的方程分開來 那你就分開來就算了 time的寫一個 space的寫一個 這是我們目前做的 當然你就知道這個一定要花掉很多許多 光是把space解出來 然後再把它丟到time裡面去解 就在那邊等半天的結果 這個大概也都還好啦 所以等半天是說 你大概沒辦法按個鈕就看到結果 好不好你去睡個覺起來還是有結果 幾個鐘頭後可能還是有結果 目前的做法都是這樣 要把它separate開來 space and time 而且space還有三個dimension 三個dimension可能還要再separate 要不然你寫起來你還不知道怎麼寫 為什麼我們力學問題經常都在用lagrangian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用lagrangian 就是因為我們要去separate 各個variable的對應的equational motion 當然lagrangian這套formalism 作用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後面的所有物理理論 量子力學 常論 全部是lagrangian 跟Hamiltonian 這個formal理論 去construct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念物理 這個一定要學 但如果你不念物理 學不學就沒差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念物理 大概碰到的就是力學電磁學 力學電磁學 力學電磁學 你不管lagrangian都可以 因為lagrangian用在力學上面 就是得到各個variables 會適應的equational motion 就這樣而已 我已經有一個 為什麼要得到另一個 為什麼要得到另一個 我還有這個 F equals MA 那是我的 equational motion 在任何機械系統 任何機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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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必須要分析 所以我們要分析 我給你看 code 就是把 force 算出來 我沒有考慮 air drag 我可以給你 air drag的 code 我也有 general air drag的 code 我給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pendulum 那個的 我們給你看這個 calculate acceleration 我就是算 tension 對不對 pension 怎麼算 我完全用 screen model 我的 pension rather 是個 screen 所以我就 我的 position 我是先放 pivot 再放 bob 所以我的 0 是我的 pivot position 1 是我的 bob position 所以我這樣一相減就是 從 bob 到 pivot 這個 position 版的 那它的 magnitude 就是這個長度 對不對 減掉我的圓長 就是我到底被拉長多少 對不對 我會比圓長有記錄下來 在一開始的時候 initial的時候有記錄下來 這個就是告訴我 我的 現在這個情況下 它到底會被拉長多少 potentially 會被拉長多少 就是 how much this bob the bob is tending tending to pull the rod or the string whether it's not pulling it I don't know it's tending 它就會產生一個 elastic force restoring force 就簡單的 linear model而已 你要非線性的話 你這邊加非線音效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個是它的 univector 對不對 所以就是 univector times 就是一個 elastic force model 所以我也不管什麼 R分之比一般 我也不是這樣算 我就給它 給它一個 constant elastic constant 對不對 就是說好吧 你要拉我 我就拉回來了 就是這樣 好 tension我就這樣算 然後呢 再來 你tension就會拉那個 pivot 對不對 繩子會拉支點 對不對 支點就做不到一個力 那支點這個力 我支點也接了彈簧嘛 對不對 剛剛那個畫面有看到 我支點接了幾個彈簧 其中一個比較軟 所以它在這個方向就可以移動 另外兩個看起來就很硬 對不對 那個方向就動不了 那各個彈簧一樣嘛 你支點被拉動 有個force就有acceleration 對不對 你就有可能移動 有移動你就改變位置 改變位置你就拉動彈簧 拉動彈簧 彈簧就給你就沒多力 就這樣而已 那's all all the idea no lagrangian 起 我不考慮它的分量 我不考慮它的分量 我不考慮它的力的分量 我不考慮它的力的分量 因為我只要考慮力的大小跟力的方向 我不考慮分量 所以就不需要去做lacring這條路 但是 對還是不對 我剛剛說 quantitatively is correct you see that 但是到底quantitatively它對不對 well I leave it to you you find it for me OK 看是誰做這一題的 你可以去幫我確認看看 這到底對還是不對 這個model非常簡單對不對 幾條彈簧勾一勾 然後 就靠著彈簧的回復力這樣而已 好 就這樣 沒了 沒有任何 什麼equation都沒有 就是Newton's equation 我完全不要了 不要 什麼樣子 我還可以問你講話 就是我剛才問了電磁血和流體 那喜歡可以作色分補嗎 可以啊 Heat Conduction Equation 也有啊 直接丟進去 對啊 Heat Conduction通常是一個 First Order Equation 那更好做啊 它不是Second Order Equation Heat Conduction通常只是 像Diffusion一樣 是一個First Order First Order更簡單 我這個是Second Order 可是像Heat Conduction跟那個 電磁血的問題 常常是Boundary Value的 Right 如果是Space Space的問題是Boundary Value 對 你怎麼去弄出你的Boundary 然後你怎麼去得到你的Boundary Initial Condition怎麼給 然後你怎麼去算 那個是另外一個 你層次怎麼寫的問題 那個跟解無關 跟求解無關 跟怎麼弄出Boundary Condition 有關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再考慮 所以 所以 如果你有用Lagrangian做這一題更好 你可以Compare 比較一下 看看結果 不一樣 如果用Lagrangian是左放在Lagrangian 要怎麼講 一樣啊 一樣啊 Lagrangian有那個所謂的Lagrangian Multiplier方法 就是給你做這個東西 做一些額外加進來的東西 其實你就Compare一個Force 然後再一段幾題 然後再 然後再Compare 不是他們在問說 如果是用Lagrangian的方法 要怎麼處理 如果是用這個你就 AirDragon就加在這個 加在哪裏 加在Barb這邊 AirDragon基本上你不用考慮在PV 考慮在Barb就夠了 所以你就把AirDragon考慮在Barb這邊就好 那如果是你要用Lagrangian做的話 它這個AirDragon算是Dissipative Term 對不對 它是在整個你的System 其實不包含這個Air 所以是System之外的東西 那個有一套 它就是叫做Multiplier Lagrangian Multiplier這個方法 你可以去做 任何有Out of System的東西進來的都可以 或者出去的 進來的或出去的 它都可以用這個所謂Multiplier的方法做 但是那個代數就稍微有一點囉嗦就是 概念很簡單 概念很簡單 就是你的那個外來的像 它用另外一個Term 它就把它叫Multiplier Whatever 因為它是乘上去 它就把它叫Multiplier 那就是額外加一個Term進來 然後去搜 一樣同樣的方法去搜 這樣而已 對 對 對 它插在哪邊 Multiplier 對 對 對應的就是Energy Energy 對 如果你用力學系統的話 就是動能加微 Lagrangian對應的在力學系統就是動能減微 對 Lagrangian沒有一個 其實沒有一個物理上的量 除了叫Lagrangian之外 沒有一個量來對應它 Hermittonian有來對應到 就是我們知道的能量 這兩個之間是有關聯的 它那套formalism 是很棒的formalism 其實theoretically very very beautiful 它也very useful 如果你真的要走物理這條路 這個是值得你去學習 而且後面那樣的力學 常論所有的後續的理論 你們通通是用這個去construct的出來 But don't get into it now because it's not your main purpose OK 你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準備比賽 不是去學Lagrangian這一套 我把這個code也給你們 我把這個code也給你們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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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我們這個code 也記錄 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們應該還有一點時間 如果你沒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我建議是大家都做一個簡單的狀況出來練習一下 怎麼使用這個template 我這個結果其實有跟林中醫老師他們用Lagrangian做出來的結果 有做了比較 中興大學的林中醫老師他有做出來 他用Lagrangian的方法做 然後做出equational motion theta,xy,z,theta,phi, whatever and all the variables 你有五個就有五條的equational motion 有幾個就有幾個 然後他就去plot那個trajectory 我跟他比較了一下 quantitatively是 comparable 但也一樣就是quantitatively 我還沒有那麼確定 對 就是 假設一些那種比較簡單的狀況 就是elastic就是非常 非常最簡單的elastic狀況 直接算出一些橢圓函數的東西 對 可能啊 是啊 奇奇怪怪的 因為橢圓函數也是為了解這個 橢圓函數是在解這個軌道的問題出來的 所以你說說橢圓函數很合理啊 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 but if you can do it without elliptical function then why do you have to do it with elliptical function 因為橢圓白腳大的時候就是不敢進食 就是只能這樣 If you can handle it of course you do it but 我有一個觀念就是 我如果用一隻殺雞的刀就可以殺一隻雞 幹嘛找一隻牛刀來殺雞 這是我的觀念 我手上有牛刀我就要殺一隻牛這樣 就不要殺一隻雞 就是 就是假如有一些那種 就是自己算出來 有一些那種 就是 比較奇怪的那種事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99把他畫出來了 那他有沒有什麼推薦的繪圖啊 對 那你想應該可以啊 那 那 我猜 Sympi你可以試試看 Symbolic Python 我猜你可以試試看 他可能有這個功能 我不確定 就很同 可不可以寄給你 好像有齁 這是 嗯 對 有 所以你如果 要有興趣這一題的齁 你就好好study一下 如果 沒有興趣這一題 你看一看就好 好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 葉老師一直提醒你們說 不要 不要 不要花太多力氣在某些事情上 不代表你不要花力氣 OK 那只是要告訴你是說 其實 像Python這些寫程式的問題 因為Python事實上可以寫到非常大的程式 那個 例如說一些網路上的service 事實上有很多是用Python寫的 那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 對他非常熟悉的話 你其實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研究他 對 葉老師要跟你們講說 This is not your first priority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真的有一頭轉進去 但是如果你之前沒有用過 做過這些simulation的程式的話 你是需要花時間去熟悉他的 那你熟悉他的第一件事情是 寫一個 葉老師給你們的所有這些 就是這些code 你至少要先看得懂 而且會去改 就改成你要的樣子 那 我有通通沒經驗的齁 可以做到就已經 你若已經會寫的 你可以試著 那你若是 有兩位好像是沒經驗的齁 你千萬不要試著去改 你先做最簡單的 比如說你就可以把蛋白寫出來 或者你可以把毛體還是彈簧 這麼簡單的寫出來 那你就會有概念怎麼做 你再來看這個 那如果你已經會寫的 你就直接看沒有關係 這樣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需要花時間的 因為你不可能拿到之後 這就像學音 就是學一個New Language一樣 那你不可能完全不花力氣 就會講 所以你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 所以你自己要投入多少時間 就你們自己managing 但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它會很好玩 你會發現它很好玩 尤其是你會發現 我可以看出一些 用它去算出一些 我本來可能沒想到的詩 或者本來看不見的詩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很好玩 但是不要被它迷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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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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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星 太陽系的那個 那個扣子 非常的長 很長 好 38個 雖然也只有38個東西在放 但是 我們是把那38個真實數據寫進去 就 就要耗掉不少的扣子 所以 真實數據到底怎麼帶 才是 真正的問題 掉進去可能能分出 怎麼會有小問題 那幾隻的後面是common 哪一個 對 幾隻的後面都是給人圖的 好 沒錯 那後面應該怎麼會加什麼 加什麼 那沒事 我就說那每一句 那口語應該不會有什麼 semicolor semicolor可以加 可以不加 semicolor 如果你後面還要再跟一個指定 就一定要加 它可以兩個指定前在一行 但是一定要有semicolor 把它隔開 不然你 你如果所有指定都分開一行 就不用semicolor 它的 syntax不是很困難 所以你如果 就算沒什麼經驗 大家看一下也很快可以抓得出來 所以 你怎麼看 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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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这几个的看起来都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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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有什么可以用 你知道那个 topic A-V Python 3D object 那个网页去看 你就会看到有非常多 可以用的这个 - 对 这个 ward 69 OK 所以这次题目到 cerca 呢 这次 empeză access 但是其實那個Curie Point Engine 應該也可以做Simulation 但是你要有Simplified Model就是 你大概很難去用那個圍觀的Spin的Model去做 那太多了 但是你把它圍觀用Domain的概念的話 你可以去Simulate 這個細節我們可以在後事後再烤 我們正正在做的時候再來烤 要是Model Curie Point 內小部分是Mod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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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不一樣 沒關係,有要錯再說 你要做什麼 好,OK啊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東西基本上大概都跟我這個不一樣 如果你要用網路上的東西 大概可以做的是這邊 比如說場景的部分 Arrange the scene 這邊大概可以用另外提示 Copy都可以 最主要的差別只有在這裡 這個Luke裡面的這裡 Luke裡面的這個 這一行 這是最主要的差別 你找得到的翻譯基本上都不去用那個古塔方法寫 我大致上都看過 這一行就是 他大概都是寫什麼 X等於Position 等於Position 加 0 t對不對 V等於V加at X等於X加vT 大概你找到的翻譯都是這樣寫 把那兩行取開成 用這個取在 基本上可以 如果你要拿網路上的東西來的話 你把Initial Condition 跟那個 Scene 畫圖什麼的 寫在這裡 Arrange the Scene 這邊 然後 Loop 裡面就不要用了 Loop 裡面不要用它的 但是你要去思考 到底裡面 Force 計算的 它應該也有 它應該裡面有 Force 怎麼算的地方 把它寫到這邊來 我看 它應該有 Force 怎麼算的地方 它應該有 Force 怎麼算的地方 它應該有 Force 怎麼算的地方 如果是 Force 那就很簡單 而且我上次沒有 Arrange the System 對不對 對啊 這樣 就這樣 這樣就是 Force 運動 你靠我的 Pec Ampli 這樣寫就是 Pulti 運動 你只要給它 Initial 速度 Initial Condition 因為 Pulti 的 如果你不考慮 Resistance Pulti 的力就是 Force Realty 而已 所以你這邊甚至都不要寫 這邊直接 Return G 就好了 甚至連 Force 都不用算出來 直接 Return G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Constant Acceleration Motion 任何 Constant Acceleration Motion 結束了 Any Kind of Constant Acceleration Motion 那是 Tablet 後面還需要改什麼 反正就這裡 就這裡啊 你的 Scene 你要畫什麼 你要畫什麼 你要產生什麼東西 就這樣寫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 你要把 Position Velocity 放到這裡面 然後 它去算完之後 你要再把 Position Velocity 放到這裡面 這個 Condition 對 這個 Condition 對 這個 Condition 就看你要算是什麼 你要做什麼樣 While 它就會一直做 只要 Condition 成立 它就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 什麼時候要讓它停 很簡單 While True 它就永遠不會停 它就永遠不會停 不管什麼 Evaluate 出來就是一個 True 或 False 你根本就不要叫 Evaluate 就放個 True 在這邊 它就永遠一直做一次 它永遠不會停 只要你把它關掉 試試看吧 哈哈哈哈 你寄給我們那個 那個 Pendulum的 Code 這些 我寄啊 我轉 我轉 在我這 我沒有寄給全部人嗎 你寄給我的 我只寄給你啊 我只寄給你啊 沒關係 那個 我先轉 對耶 我們只寄給大家 我現在轉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我沒有寫回 我沒有按那個 回覆給所有人 所以我只回覆給寄件人 這樣子 你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去 試一下 雖然我講的好像很簡單 大家這樣子這樣這樣就好了 在你還沒搞清楚之前 可能還是需要 稍微弄一下 但是一旦搞清楚之後 就OK了 後面就會變得很容易 這個Template 你如果會用的話 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裝的是3點多 你要裝VPython5點多 VPython6點多 跟Python3點多 是不合的 好 那我這邊其實有一些東西是不必要的 但是我沒有把它刪掉 然後這裡稍微有個 有件事大概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稍微聽一下 就是這個電腦裡面的數字 有些數字不是Exact 那是因為你用Binary Format 去表示一個數字的時候 有它的 你制定了某種格式去表示之後 就有它的限制存在 那通常呢 這個時數的表示 大概照小數點下15位 通常是極限 就是如果你不特別使用什麼Library的話 有那種無窮精準度的Library 但假如你不是特別使用那個 一般來講就是想說什麼 15位或者是7位 是Long Double Double 不是Long Double 就是Double Double到15位 Double就是15位 Double就是15位 Single就是7位 有的7位有的15位 反正來講就是在那個 就是說就是這樣 我現在加進去 那你要有這個概念 有時候你如果要判斷數字 是不是你想的那個數字的時候 你以為它應該是 比如說它應該是Pi 3.14u... 然後你去判斷 是不是它等於Pi 你發現它永遠不成立 就是因為這個 你不能判斷Exact相等的數字 有時候是要去判斷 它兩個之間的差 是不是小到某個程度 就要當作它相等 做數字 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有不少的數字 是無法Exact表達出來的 3.15u... 你可以在網項上找一個範例 來開始學習那個問題 這個我常常跟這個大一的學生說 抄襲不是問題 抄襲其實永遠都是學習的第一步 任何學習都從抄襲開始 我很欣賞皮卡索說的一句話 皮卡索說啊 這個good artist copy 這是皮卡索說的喔 good artist copy great artist what do you think you say great artist what do they do steal I like this one very much 好 有 No module叫做B19對不對 我沒有 你沒有安裝嗎 他們有沒有背影 哇 哇 拍什麼 對啊 那你光拍成光 就離開的 好的是魔法 而且你會被看出很痛 厲害的是用頭髮 可是你看不出它是頭髮 各位同學要會抄嗎 你不要把學號跟姓名給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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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或者是改作業改到有人把 有人抄了別人的姓名 還是抄了別人的學號啊 兩個學號一樣啊 姓名不一樣啊 他到底是怎樣啊 兩個學號一樣啊 兩個那個學號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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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那個天文的 一百三大分 一百四十二百五十一 我剛剛就看了一些 我剛剛就看了一些 他那個講話 他那個是變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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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拍子 是我的一拍子 我剛剛說了 他是個外掛 對不對 你如果本體不裝 你怎麼裝外掛 就沒有用啊 沒有啦 拖拖十六位OK啊 拖拖十六位 應該 給他一個 沒有 沒有 我先告訴你 我沒提 二點七 二點七 如果你是VPython六點多的話 Python應該就要二點七 三點多 然後你就要裝VPython五點點多 OK 然後你桌面上會有一個VPython五點多 那叫十五 十五位 那個是他就一個邊境器 我們兩個要算七位 十七 看什麼 一人兩個提名的方法 你還不行 我現在要用二十七三年多了 好 老師現在只有一天 你在我名單 嗯 但是我是 應該要用三個 是不是 好去用的三年 你拖給我一下老師 我拖在我自己的一個照片 你有啊 有片就有 有片就有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要用老伴 那不給我們看一下你的表格 要請老師們填的表格 好 各的各的 我們都沒有 我們兩個不用填啊 我們兩個永遠都要出現 這樣子 你怎麼執行的 我填的意思就是 是 是 除非我跟徐老師巧好啊 就是我們那個一人一天啊 阿布蘭文化的 兩天都會出現的 他就是 X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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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 你剛剛執行如果 就是 這個是你的 你的 I Thunder 對不對 那就是如果 看了這個東西 我可以 我可以 有時候實現的生氣 你直接 我可以 我可以 Kick他看看 沒有這樣子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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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仲仁可以 把 我來 教他 從 實驗丟出的 科學生 去設定他的 這個 去把他選到 2.7的那個 再問問看 高老師能不能 Cover 他自己去 他可能會直接幫你做 他就不用做 好 好 好 你們也有問題 就去 麻煩一下 看他 H2.7 可能在C C的Vài2.7 我覺得可以考慮 6月算 6、7月 你跟他 還要 Python 2.7 D 你看是在 C 或 D 嗎? 從 C 的最上面 就直接抽到 C 在這 點進去 然後 選那個 然後 再讓看看 有 Error 有 Error 那你這裡會看不見 因為他一下就關掉 你會看不見 那等一下都是什麼 你等一下看 就是等一下 或是那天 就是你這邊 你打 Python 他可能直接出來 就會進去 因為你早上看 明天早上的老師 明天老師知道這個 對 他們跟這點 看不自己 然後就想拿去 以後 那to 來 大家應該不會 那這個 你怎麼做 ens 明天你打算排在哪裏 電池跟電池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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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安裝什麼? 安裝不起來 安裝不起來喔? 你這個是沒有Viro 你是不是有3.6 對啊你Python是3.6 但是你的Vpython是6點多 它兩個是不能用的 Python是3點幾 你的Vpython必須是5點幾版 老師我試的耳朵 那他一定會confuse 那我來 你如果張開張他會confuse 全面3就再一次 沒有你如果要用Python3點多 你就裝Vpython5點多的 那就不會有問題 Vpython5點多跟6點多 其實對我們要做的事都夠了 所以好像還是 很多人還是沒辦法執行喔 對啊 他那個Library裡面有一個Value error 很奇怪 是那個Library裡面沒有問題 應該不去 應該是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system 可能mess up什麼東西 就是大概是一個 總局非常贏 對 一直都感覺很羞 對啊 所以 Value都不能猜喔 對 奇怪 這個狀況我都沒碰過 哈哈 因為我 因為像我 超短的 因為 一個人是你對 你要實驗 就這樣實驗 我去那個 你的Python 我去那個 你的Python 17個老師 應該沒有問題 每個人佔兩個sat 不是那麼多意思啊 所以 你那一題 就直接佔掉兩個sat 對 你的Python可以直接執行 你的Python 你的Python 你那一個Python 你那一個Python 他就這樣 你那一個Python 他就這樣 你那一個Python 他就這樣 比較需要就是 要怎麼肯派 我打他 我現在就肯派 因為 你那一個Python 你那一個Python 他就這樣 然後 你那一個Python 然後 高老師就一個Python 然後 陳玉琳 我會 所以 所以就把它 給我 好奇怪喔 你看這裡 所以我們還要 recruit 你又去哪來的 這個是這個Library裡面的 很快好看 如果這個是這個Python裡面的 你到底用不清楚 你的那個Python 你的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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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Python 你那Python 你去 你去 嗯 用一個簡單的 你用一個簡單的 比如說你畫一個 就畫一個 垃圾或 Sphere 看看 測試看看 用一個簡單的 Code測試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這樣子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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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 C character 有一些系統 有一些系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也是這樣 但是有些的不會 那個 Python By default 是不認 不認 任何語言 只認英文 所以你要給他加一句 尤其如果你的 common裡面有中文的話 有些系統不需要 但是有些系統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給他第一行 加一個 這個common 然後跟他講 coding coding 是 就是 utf-8 那就可以認中文 所謂的 non-ascii character 它 它 by default 它只認 ascii character 對 就給他 common寫這一行 coding coding utf-8 它就可以認中 各種的 解釋 你 一排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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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跑 這就是一個 可以跑 奇怪 很奇怪 我們說要 我們有個 師傅 教學 對 你 那天 都可以 836 836 這一個可以跑 大家的都不能跑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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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都不能跑 不是 就是那個 Python可不可以跑 這件事 不是那個code 能不能寫 電腦不能跑 自己跑 自己跑 你要測試 Python可不可以跑 你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指令 就好了 比如畫個球 畫個什麼 就好了 看如果畫得出來 就是可以 好幾個是 有些是連跑都不能跑 各位 它是什麼樣 它不能跑 是連拍什麼都叫不出來 對 是Anaconda嗎 我不知道 他們如果是裝Anaconda 叫不出來 有的是叫不出來 有的是 找不到Visual 版本的問題 對 所以要 要去update 那個 有的是版本問題 你們就打 打那個 我看 最好是在Visual VPython的網頁去下載 它有一個 這個嗎 蛤 打 對 對 它裡面有 有那個連結 它那個連結 至少那裡 下載到的保證 是可以用的 然後你如果有 已經有 有版本 Python版本在 你就搭配你的 Python版本就好 不要另外再安裝一個 不然它會 你如果都刪掉了 那你就決定一個 看你是要 Python2.7加VPython6點多 還是Python3點多 加VPython5點多 在VPython的網頁裡面 你就去找VPython的網頁 出版本 你就打一個 VPython.org www.VPython.org 然後這個 然後這邊 oaler VPython6 左邊這邊 這有一個 VPython6 畫一個 RT1 所以你不用擔心, 換一個網站。 這邊有下載 Windows, Macintosh for Linux, 然後裝一裝派, 直接整個散掉。 這裡可以下載 5 & 6, 實際上它這個網頁,這個網頁就很開的。 但是那個是,是因為在網頁, 是所有系統,基本上這樣裝是最安全的, 因為就像那個VPython, 所以它VPython所謂是很確定的, 那你可能在其他程式, 你會看到Windows Download for Windows 6, 有兩個選擇。 那是另外一個工具, 就是可以讓你管理很多Python外掛的工具, 那個也很好用, 但是你如果用那個, 你就通通要用那個來安裝, 你就要去看用那個怎麼安裝, VPython。 要不然它管不到,對不對? 對。 Konda的話,可能你熟練以後再用, 就是對Python熟練以後再用, Konda是很好用的, 但是對一開始都, 如果是一開始使用的人來講, 可能稍微有點confusing, Itham, Helven很有趣的就是, 它所有的東西幾乎都用蛇的名字, 對。 Helven蛇。 你去查一下那些名字, 都是跟蛇有關的。 Konda也是蛇的名字, Helven也是, 那那個不是有一個什麼Library,有什麼? Ice Cream 不是有一個什麼Ice Cream 你跟我講過 哦,可能如果有Paper B,我會在那裡知道 我的經驗裡面,每一個學期可能都會有一兩位同學的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裝不起來 這邊看起來只有一兩位可以 這邊看起來只有一兩位可以 你自己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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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可能不行,但是 那種裝是可以的 就是那個檔案 開啟可能 可以拿嗎? 我現在是個什麼? 我看到 puntos 我現在是可以拿著 好,謝謝你 小朋友 你現在是可以拿著 這兩位可以拿著 還有一件事,要讓大家知道一下,剛剛說有一個東西我要晚一點講,差點忘記 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這個我剛跟你們說, 含誤差對不對,我跟你們說,用文革固定的方法,對誤差很明顯,就可以改下來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沒有跟你講右邊這個 中間這個是做Vector計算 做Vector計算,然後用文革固定的方法,Suppose應該是夠 accurate 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是用Scalar計算,不是Vector計算,指算角度 指算角度,所以是純量計算,然後呢,用Order方法 Suppose應該是比較不準,對不對 Suppose,我是算到那個AT平方啦,所以,但是也應該差了一個order,對不對 應該十倍不準的喔,可是你看它是comparable 這兩個誤差累積幾乎comparable 這表示Python 的Vector計算有點問題 Python 的Vector計算三號誤差很大,I don't know why 所以要用Python的計算,尤其是用Python的計算 尤其是用Python的計算,尤其是用Python的計算 你把Vector計算出來看,它給你15個小數位 I don't know why, somehow vector calculation的誤差很大 你把Vector計算出來看,你把Vector計算出來看 但是它Suppose應該是10次更加確定 尤其是10次 不是10次喔 這個是DT的3次方,這是DT的4次方 我的DT是...我的DT是...千分...我這個是百分之一秒 我這個DT是百分之一秒 所以三次方、四次方,那應該是100倍 Suppose應該100次更加確定 但是它是相比的 嗯... something's wrong I don't know what this one I don't know what this one 所以有兩個人...三個老師 對,它有三個老師 然後再用DT是8次方 然後再用DT是8次方 DT是6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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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是7次方 DT是5次方 DT是5次方 DTX DT的4次方 DT是5次方 DT是5次方 有没有冲保人吗 是这样 I know,我见到的 你自己要不要先用决定 是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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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definitely not the problem No, you can have this scan sheet It's not the problem It can run down language OK, let's do it Python is Python IAC You make up Python IAC OK, you just uninstalled Python I did already You uninstalled Python You need to run Python Yeah You have to upload Python 源媒体 另外還有一個... 沒有其實我覺得... 他接力量... 如果是丟像那個... 那個一方的... 應該像是... 他應該會handle起來 至少在First Older來講 可是同樂的臉紅的是Drinking Stroke 一個是Kennigian 這個應該是吧 對 Anyway 這個一天莊的臉會來問他嗎 我已經E-mail給他了 我不知道他兩位 他只說他三點半到四點半 他今天沒有機會回過 他在英國 那我有跟他說 他為什麼要走 他覺得有請選過來看 然後 超過 四塊的 我意思他做什麼 有可能 他就是 他只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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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 一個 真的 一個 一個 製issent 甜 Од 一 一個 這些 可以 图片 所以就要寫第幾集 所以就要寫第幾集 我覺得可能明天就要寫 好好的 但你印的名字 然後開始為什麼你要弄到你的 你要寫層次 為什麼 我找到 為什麼你們都會這樣子 請問可以幫我提發一下 因為我是設一個司令人 然後突然會變這樣 等一下 如果說真的不行 你去像他一樣用Glow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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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網路上查 然後L Glow Script 它是一個 如果真的安裝都有問題 沒辦法跑 你用Glow Script Glow Script是一個Web Web-based ID 你需要一個account 它是free的 你開一個account 你可以把你的code都放在裡面 會叫什麼 Glow Script Glow Script 因為有時候 明想後面就不是攝影盤 然後我是 這樣寫 這樣可以嗎 你的問題是 就說我可以 我就是這樣 亂一下 我可能 他後面 就是我把他壓大 發現他後面 真的是 對啊 但是 我那個看到網路上 教我怎麼寫聲音 就是在官網 他教我是這樣寫的 我 我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後面就會變成圓狀 對啊 我們寫這個 寫這個作者啊 為什麼你把聲音都寫成這樣 對啊 這個是free idol啊 對不對 這是free idol吧 對啊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寫code 好 你先寫一個簡單的code 你先寫一個 好 先開外掛 然後掛一個球 比如說 然後讓看看有沒有一個球 這樣 那他現在如果看 然後 這個 這個 出來了 你安裝完就會有啊 可是我那我就有這個 那我也有 那我也有 怎麼會講那個 教授什麼 教授什麼 我有啦 我每個學期都會有一位 兩位學生 他的電腦會弄不出來 看起來現在是只有 一位兩位弄不出來 他還弄不出來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看來是多了 一個人 弄不出來 所以如果 如果裝不起來 你就用glowscript 也可以啦 glowscript 大概不會有位子 這個什麼鬼啊 哦 他有什麼鬼啊 他有什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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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曜 真的有 有有有 如果這把全部付出線上應該可以 因為他自己出來 所以自己主題還好 所以他自己主題還好 住會館 做贏了 學校的學校 今天也有 有人在搶到球 大公司 額不想來什麼 看看什麼 我看什麼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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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他說什麼? 沒有,他就說什麼Aaron? 一定有說什麼Aaron 我看什麼Aaron 原來你的格子都出老實了 查一下那句話 你問你什麼? 你問你什麼? 有的就是 Miden före的那個 男人那一首 就會有你 いや 是 要是 嗯? 無效有多化 你全現在在看什麼 然後去一隻 沒有 因為那個地方我修 我後的有無效語法 那個可能是我修 可是我的是我修 還是我手 還是好像有一個什麼 對啊 你這個明明就不完整 那一格是我批的 修 就是 吳仲清 也沒有用 就你一開 可以打開了 SWC cannot locate it SWC cannot locate it SWC cannot locate it 你幫你實驗 對啊 應該是可以直接跑的 恭喜 行功都回來 Stop stop 好害喔 好 沒有 好 中間是拉近拉遠 對 沒有 兩個劍吧 雙劍是拉近拉遠 然後右劍是開四角 喔 但是中間或是 中間也可以的 好 我先把我這邊的那個畫面 可以啊 你可以幫你 我來嘗試 我自己自己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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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OK 所以還是弄得出來齁 所以3號 3號應該是有某一些 可能你的電腦裡面有安裝過什麼軟體 看起來這邊的問題應該是你安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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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把它清掉重新裝就好了 對不對 啊把它丟到自然無法裝是完全停掉嗎 什麼東西 把他丟到自然無法裝 算嗎 算 算 你說 應該不去吧 你要解除安裝才行喔 你解除安裝要看喔 在Window裡面 丟到回收桶喔 Window裡面一定要解除安裝 對啊 在Mac裡面的話 你如果有很多個版本 你要解除安裝再重新 因為它會寫 它會寫 它有一些link到外面的 所以 你不要一直罵好不好 這空氣不要用很吵 這個code齁 你如果裝起來 這個code可以直接跑才對 嗯 版本到那個 你把它弄到是可以直接跑 這個外面 我沒有碰過這些問題 因為我第一次安裝的時候 我的電腦是新的 所以我都沒有碰過這些問題 運氣很好 對啊 我上次裝的時候也沒遇到問題 只是 因為你從來也沒裝過任何相關的東西 對 他們可能都有裝過相關的東西 沒有 今天是5個第一次 2.3.14 2.14 今天第一次不用拍得多 你是第一次 但是 你第一次就裝了所有版本 哈哈 你剛剛是不是都裝了一個版本 或者是按照片嗎 你什麼都不知道 哪有什麼都載到 哪有什麼都載到 我應該會用32的 那你比較有64的 好 我 那我看一下 我下載來的這個版本 好 好 可以 可以 你應該都是64bit的電腦吧 不會有人裝成32bit吧 有可能 但是應該也可以跑啊 你如果是64bit的電腦 32bit也可以跑 可以啊 應該是吧 但是32bit的電腦不能跑64bit 香蕃的胎 看上去 那種鎮脹 你應該先找個招待 你應該要把他招待 就要把他招待 你如果讓他一直跑,只要把這個花油肯定卷改成處。 你如果讓他一直跑,只要把這個花油肯定卷改成處。 他就會一直跑不完,跑不走。 我剛剛的想起點是什麼?T小於二十五,對嗎? 我就是讓他刷到十脈窩。 2.7.14 有啊,我可以摸你那時候我摸好嗎? 2.7.14 2.7.14 2.7.15 我現在是讓他,如果讓他是一直跑,你就會看到他一直跑。 你怎麼會? 可是呢,很快就會發現有個問題。 他的這個trajectory會開始亂掉。 因為他的那個,他的那個不是誤差的問題。 他的,比Python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當你的東西太多的時候,他化不來。 就放得亂七八糟了。 這個trajectory都是一個點一個點去組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點都是一個object。 當你太多,那個trajectory太長了。 那個點太多了。 你就會發現那個trajectory開始自己亂七八糟的,在那邊亂動。 還是計算沒有問題。 可是那個畫圖有問題。 他的畫圖是有點問題。 你會發現這個trajectory好像自己在動了,對不對? 再等一會你就會看到那trajectory會動的亂七八糟的。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就是給他畫到一定的時間? 可以啊! 他的那個retain,他的main trail。 你在產生object的時候都有一個main trail的一個選項。 那retain多少個點就可以了。 去check一下他那個,你就找那個Vpython trail,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網頁它會有說明。 好。 好。 沒有,這個是你的parameter要調。 parameter要調到符合實驗出來才能跟實驗比。 要不然你不能跟實驗比。 對呀! 所以那個要調度啦,什麼長度啦,質量啦,這些全部要帶進去才行。 然後這兩個堂皇的k是我自己定的,對不對? 這個只是,你實際上並沒有這兩個堂皇的。 所以這個要怎麼調去才能跟你的實驗比,就要去試試看,對不對? 好。 然後你的初始角度,初始的這個角跟方位角,對不對? 偏離角跟方位角到底是多少,對不對? 這個通通要帶進去才能夠比較。 好。 對對,就是那個鐵齒的。 對,我這個就是在模擬那個鐵齒的彈性嘛。 我只是沒有畫個鐵齒,我用一個彈簧接在這裡,這樣模擬它。 然後這邊的話,那個,對不對? 這邊我就是用兩根硬彈簧來模擬。 這個是一個鐵齒,這個是你那個繩子,對不對? 綁住他的那根繩子嘛。 我就用兩根硬的彈簧來模擬這件事。 然後鐵齒可以這個方向動,我就讓這邊用個軟彈簧來模擬這件事。 然後我的擺繩也是用一根彈簧,一根硬彈簧。 所以它擺繩的長路不太會變。 它其實會變,這個,你真的如果密到很小,很細的範圍,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小的變化。 那個小層對應到可能micrometer 甚至更小的這種變化。 那大概是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你會有那種micrometer或更小的那種長度上的差異, 可能是還好。 你現在大概可以看到這個trajectory 本身已經在沸騰。 這個trajectory 本身就已經在抖著很厲害了。 可是這個,它的計算是沒有錯的, 它只是畫圖有問題耶。 然後 Central Á ahora ah t 你們的實驗數據長什麼樣? 那是軌跡長怎麼樣 是比較像這樣嗎 這個張女有給我她們的軌跡 她們的那個 這是你做的嗎 她的軌跡就亂掉了 這是張女說她們做的軌跡長這樣 不過她是從這個 她是從 她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尺的方向 這樣子release 這樣子release的話 其實你如果正正的是零度的release 在我的計算裡面不會有任何 一定有一定 一定要 但是你實驗上你大概不可能零度四方 一定有偏 對 你一旦偏了就會出來 偏一點就會出來 剛剛好90度她也不會偏掉 會喔會 會偏掉 Tangential不管怎麼做都會偏掉 對 因為你的Tangential其實是這樣子 你的擺動其實是這樣子擺動 但是我不曉得耶 我會不會畫出這個 我其實不知道 我沒有真的去試過 真的嗎 差不多 他是用 每次要再照顧他的位置 好啊 這個正好可以來比較尷尬 我的大概有一個信息 但是Exactly不見得一樣 好啊 他在安裝服 大概安裝服這樣就 希望他變長 然後到底都要燙進來 都要開始變長短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剛看過 什麼螺牛 因為GreenBot 我們在跑 你說的 他跑回來 他認真跑 跑那麼快 那你就想要 他問我 他是怎麼想要的 對 他覺得我會沒有 是這個人 他就不吃飯 真的嗎 他說不行 跟我講 對 這是什麼 3.6也不行 那是沒折嗎? 沒折,換點線 把他全部刪掉什麼? 不是,把他刪太危險了 那你不要刪啊,不要把他刪掉 我把他刪掉 怎麼樣? 你灌了3.6,然後 因為你沒有刪掉 他現在自載的罪行就是 並Python5.4 但是那個下來之後 你那個有好幾個計算 其實可以拿來 把我那個code拿來 靠一樣的參數試試看 看看結果到底查不出 可能會不一樣 其實你可能可以考慮另一個做法 是不要用Python直接 直接用Python刪 算完之後直接把他刪掉 結果拿出來再畫 那要怎麼畫得出來 他要怎麼畫得出來 他要怎麼畫得出來 他要動看 他要動看 你就找啊 他不知道你就找啊 因為我們現在畫出來都是用那個 Met for Life 對,那個畫出來 好像不能動 那個只有平面 他要那什麼Journal 我們在想像那個 可能我是覺得其實Python是 一邊算他一邊秀很好 很方便 但是你如果是算完之後 As a collection 要播出來 他並不是很方便 不會啊 我只要是把它存檔起來 讀進來 一直改變位置就好了 也可以啊 那只是一個辦法 其實你們要想的是一個Solution 你選擇你在Present的時候 對 要放電 對 你現在的重要的事情是 Present的時候要正確 那意思是 你讓它進去 那些Mutal的方式 它會永遠的 沒有,你應該是 像這樣 OK 如果你有一個Spring 那些Mutal 你讓它進去 那些Mutal 那些Mutal 它會永遠的 這顆 如果你把那個 Bog 在Mutal的方式 它會自己變成Made 那些Mutal 那些Mutal 它會這樣 因為你的Mutal 那些Mutal 那些Mutal 它不是Single Direction 它現在還可以做到 可以有一個 所以它是會有 你這個Situation 好像簡化 對 我是簡化沒有錯 所以我那個 那個地方 你可以想想看 怎麼修改 對 應該是 你需要 放時間在工作上 改變它的方 那個Screen的方向 或要怎麼幹好 對 沒錯 這個地方我並沒有做這些 這個Model 我現在只是 秀一個Idea 就是這樣 Tecitively它可以做得到 但是 真的要做到 Tecitively 這個Model怎麼修改 還是要做的 用這種方式去 因為我是 very simplified的 這個方向 對 搞不好你 還是要再增加一個 I don't know 它會再 我本來做的時候 我本來做的時候 也是用這個SIM 也是用這個Linear Spring 但是我用兩個Linear Spring 它是兩個 那就是實際上 就一樣的 一樣的 一個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主要是方向 對 兩個在同一個方向 跟一個是一樣的意思 對 那可能 那那個垂直另外 也可以也要consider 就發現 第一個是 就是 它跟它垂直那個 也可以寫音學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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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剛剛說那個 如果只想音邊的話 如果就 對 如果就音邊的話 不大對 那如果再 你說這個方向 對 因為我現在是只有這個方向 所以它 它Suppose應該是有 會一直變 對的應該是有 有這種方向的 對 但是我這裡 看不出來 對 就是這邊要怎麼去remodel它 讓它可以有這樣 那這個要去 就可以實現 但是那個 我們用這種方式 因為其實它 會 就是一個 對 你有沒有做過一種 實驗 就是 用一個 比如說 用一個 vibrator 你接一條 然後 它可以做那個 共振 是 見過吧 對 那個vibrator 你的證符不用很大的 但是你看那個 共振的證符可以很大的 對 這個叫做 是 你的 你的 你的那個 Support 本身有一個 Perturbation small Perturbation 就可以了 最後你的那個 會受這個影響 對 因為它會 每一次都放大一點點 每次放大一點點 每次放大一點點 幾萬次之後就會放到 對 所以 所以 你說這個只有一點點 是不是 negligible Perturbation 因為這個 也有 parametric coscivation的效應在 對 對 好 OK 這個 這個 trajectory已經不知道在幹什麼了 好 你剛才沒講了 Spider-Man 對 它好像 我已經變成這個 這個 Star Trek裡面的 something OK Beat me down Beat me down Scotty 你可以把它存檔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怎麼存檔 對 用Python存檔 你就可以找得到 save file saving之類的 你把那個數字 通通存在檔案裡 你可以讀進來 對 那些數字放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想 你要幹嘛 對不對 留在檔案裡面 你就可以做whatever 對 任何事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要怎麼存 存的數字到底 對 怎麼存 你要怎麼用 對不對 你要自己要有一個想法 噢 就是討論題目 我不知道 你們什麼時候要決定題目 現在嗎 你今天要另外再安排 等一下四點左右就要走 你就再 我們會再幫你安排一個時間 直接討論題目 因為我看時間不夠啦 這半小時 你說就討論內題對不對 對 討論你 可是不是還沒決定好 你騙了大家之後會 之後會再幫你安排 對 我的題目是這個 噢是 還有一個是哪一個 我忘記了 Ring order 對不對 是嗎 Ring order 對 Ring order 跟那個 Ring order 也是一個可以做什麼類型 是 但是內題我還沒寫 好 那這個是我已經寫好 但是我剛剛說就是 quantitatively 這個還需要去做一些fine tune 然後conversion 才能夠說它對 對 目前沒辦法 有一個是conical pile 是conical pile conical pile 跟azimus Radio 攝影 conical pile 的話 的話 問題 我還沒想到 是可以的啊 我再看22号才能再来 4个22号 最后一次 OK啊,反正就是其他同学,就是如果是康尼科派的话,就是可以提前先用E-mail,先写 对,我们也要E-mail discussion 教授,如果有空的话,我可以过去花莲那边吗 当然可以啊,你要来花莲,我非常欢迎 你确定你要去花莲 也可以当做休息,早上过去,然后回来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除非你坐火车,不然的话 你光开车,开车的人会封掉 是 坐火车,坐火车OK啦 但是你会累一点而已 不然的话,开车的人会封掉 然后要提早买票 提早买票啊 火车票还有另一种买法是 你坐客运到宜兰 不是宜兰,罗东 或苏澳 然后从那边坐任何一班到花莲的火车 是 那个就很容易 那个就很容易 而且任何车速度都不会差超过十分钟 哦 yes 那就是说anyway 就是当你决定要去花莲的时候 你再看看你票怎么买 是 台北花莲直达的,你买不到 你就给他选台北苏澳 不不不 台北宜兰,宜兰花莲 或是台北罗东罗东花莲 还是不行 你就是像学老师说的 就是先搭客运到罗东 然后再去 是 不过那缺点就是你回程 如果到罗东换 就可以回台北 你会塞車 哦,对 去台北 因为他可以 好啊,可以啊 他可以 好啊,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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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一般的话 禮拜 二 就往年 二 二 下午 禮拜三 是 是 那周末不一定 是 是 有 那周末不一定 我 那周末不一定 尝尝 所以 我 有 那二下午 就说 那一整天 一天 二下午 沒有 一天 二下午 好,好,謝謝 我看你 哪一天 课也比较轻薄,就是请假过来 请假,你要翘课 要,当然,有问题 4月7号 那是什么? 我来看看哪一种看 零零看 翘课要看哪一种 看哪一种切 你要怎么切,我们就跟一种切 下周,我现在要干什么 下周,我现在要干什么 下周,你控制 这里是什么东西 下周,我是因为有个 下周,我应该会再花脸 因为我有 下周要回来,是 对 这就是打算是把火力 打算是把火力 傳統上的那樣的電磁場 電磁場大概去想 那我15號就應該沒事 4月15 然後再來就是21號的一個時間 那我先記一下4月15 那個是中貨的我可以 其他的週間的話 可能禮拜二 是 那大半的時間是花在 所以我就再跟葉教授聯絡 謝謝 你去想你大概 假設你10個Oyster 一個 一千 你就要100個分別 那這樣我就問你 就是每個分別 每個分別假設兩分半 政府為什麼是 就是因為你直接出傳政府不是固定 你就要 你出傳政府不是固定的 那我會互相 我會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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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會互相 通常是有Oyster 四個像 對 OK 那就表示這個磁場裡面 那個Oyster不夠強 四個像 但是那個跟什麼的Oyster 因為通常 我這個看起來似乎 應該說 看我這個其實 支點的震盪會特別的大 對不對 我這個支點其實沒有很明顯的震盪 但是磁場 大概不會很大 那如果說這個可以當大一點 那偶爾還要跟他們的周期有關 兩個周期如果剛好是那種 那個叫做 那除非你在那邊 有理數背的話 偶爾就會比較明顯 那偶爾還要跟他們的周期有關 兩個周期如果剛好是那種 那個叫做 那除非你在那邊 有理數背的話 偶爾就會比較明顯 他有一個可能是 他有一個可能是剛剛David說的 這個model太過於簡化了 就是他的震盪是有這個方向 他不是像你真正實驗裡面 震盪其實是一個無形的埋動 那這個也有可能造成他沒有辦法去實驗一次 那至於這邊要怎麼樣去修改 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 那一個做法是這樣 就是這個 Xcan一次 然後抓到 所以目前這個只能夠說 他Qualitative會有出來這個現象 就是 所以他Physics應該有抓到 但是要真的跟實際的狀況比 還不知道 你大概跟我講狀況 你會震盪說 科技不算給大家給的錢 他這邊 方宇這邊其實有 我可以幫你 用Lagrangian得出來的 Equation Motion去算的結果 對 可以拿來跟實驗的狀況比較看看 他這邊已經有扣了 我這個扣的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能夠弄出可以 我丟給你們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延快 有時間的 調整Model 還是調整Model 還是調整Model 這個韓王的Model 可能也可以調整 比如說 方向要變 還是什麼樣子 讓他有 這種 無形的擺動 所以 我會想念 你從來 你不知道 我會想念 我想說 我會想念 你不想念 我一直要看到 我一直想看 我一直想看 我一直看 我一直看 他不覺得背會 還會很難 我一直看 他一直看 像一個思想的 很快 我一直看 他很緊張 來試試看 有些時候 還可能要 他們是 會宜中心 對這些女兒 跟他們講 比較好 現在週三有空嗎 可以 週三 六 二 五 十 二 二 十 八 今天最有是因為這一段 我們放上去之後 其實現在就可以 前面那一段 就是前面上課的那一段 把它剪接 可以放在官網上給大家看 後面這一段是在看大家try